徬徨 第一篇 這是我為LibriVox 所做的錄音,LibriVox 的錄音都是屬於公眾所有的。 如果你想取得更多資訊,或想加入義工行列,請點閱 LibriVox.org 網站。 朗讀者 Tina Ding 徬徨 作者魯迅 第一篇 祝福 舊曆的年底,畢竟最像年底,春鎮上不必說,就在天空中也顯出將到新年的氣象來。 灰白色的沉重的晚雲中間,時時發出閃光,接著一聲鈍響,是送灶的爆竹,近處燃放的可就更強烈了。 震耳的大音還沒有息,空氣里已經散滿了幽微的火藥香。 我是正在這一夜回到我的故鄉魯鎮的。 雖說故鄉,然而已沒有家,所以只得佔餘在魯四老爺的宅子里。 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長一輩,應該稱之約四叔,是一個講理學的老先生。 他比先前並沒有什麼大改變,但是老了些。 但也還未留胡子,一見面是寒暄,寒暄之後說我胖了,說我胖了之後急大罵其心等。 但我知道,這並非借題在罵我,因為他所罵的還是康有為。 但是談話是總不投機的了,迷失不多久,我便一個人,剩在書房里。 第二天我起得很遲,午飯之後出去看了幾個本家和朋友,第三天也照樣,他們也都沒有什麼大改變。 但是老了些,家中卻一律忙,都在準備祝福,這是魯鎮年中的大典。 致敬盡禮,迎接福神,拜求來年一年中的好運氣的。 殺雞在鵝,買豬肉,用心細細地洗,女人的壁鵬都在水里浸得通紅,有的還帶絞絲銀卓子。 煮熟之後,橫七竖八地插些筷子,在這類東西上,可就稱為福禮了。 五經天陳列起來,並且點上香煮,恭請福神們來享用,拜的卻只限於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炮煮。 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買得起福禮和爆竹之類的,今年自然也如此。 天色欲陰暗了,下午竟下起雪來,雪花大得有梅花那麼大,滿天飛舞,夾著煙矮和忙碌的氣色,將魯鎮亂成一團糟。 我回到四叔的書房里時,瓦楞上已經雪白,房里也硬得降光明。 極分明地顯出壁上掛著的朱拓的大壽字,成團老祖寫的,一邊的對聯已經脫落,鬆鬆地卷了放在長桌上。 一邊的還在,倒是,市里通達,心氣和平。 我又無聊賴地到窗下的暗頭去一翻,只見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 一步進四路急著,和一步四書襯,無論如何,我明天絕技要走了。 況且,一直到昨天遇見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 那是下午,我到鎮的東頭訪過一個朋友,走出來,就在河邊遇見他。 而且見他瞪著眼睛的視線,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來的。 我這回在魯鎮所見的人們中,改變之大,可以說無過於他的了。 五年前的花白的頭髮,跡今已經全白,全部像四十上下的人,臉上瘦削不堪。 黃中帶黑,而且消盡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科似的,只有那眼珠煎貨一輪,還可以表示它是一個活物。 他一手提竹籃,內中一個破碗,空的。 一手織一織比他更長的竹竿,下端開了裂。 他分明已經存乎是一個乞丐了。 我就站住,預備他來討錢。 你回來了? 他先這樣問。 是的。 這正好你是識字的,又是出門人,見識得多,我正要問你一件事。 他那沒有精彩的眼睛忽然發光了。 我萬料不到他,卻說出這樣的話來,詫意地站著。 就是……他走近兩步,放低了聲音,急密密似地、竊竊地說:「一個人死了之後,究竟有沒有魂靈的?」 我很悚然,一見他眼盯著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學校裡遇到不及預防的臨時考。 教師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時候,黃疾得多了。 對於魂靈的有無,我自己是向來毫不介意的。 但在此刻,怎樣回答他好呢? 我在極短期的愁逐中,想,這裡的人照例相信鬼。 然而他,卻疑惑了。 或者不如說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無。 人何必增添陌路的人的苦惱? 為他起見,不如說有吧? 也許有吧……我想。 我於是吞吞吐吐吐地說:「那麼也就有地獄了?」 啊? 地獄? 我很吃驚,只得知悟著。 地獄論理,就該也有,然而也未必,誰來管這等事。 那麼,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見面呢? 哎,見面不見面呢? 這時我已知道自己也還是完全一個愚人。 什麼躊躇,什麼計劃都擋不住三句問。 我即刻膽怯起來了,便想全翻過先前的話來。 那是……實在我說不清。 其實究竟有沒有魂靈我也說不清。 我趁他不再緊接地問,邁開步便走,匆匆地逃回四叔的家中。 心裏很覺得不安逸。 自己想,我這答話怕與他有些危險。 他大約因為在別人的祝福時候,感到自身的寂寞了。 然而,會不會含有別的什麼意思的呢? 或者是有了什麼預感了? 唐有別的意思,又因此發生別的事,則我的答話為時該負若干的責任。 但隨後也就自笑,覺得偶爾的事本沒有什麼深意義,而我偏要細細推敲。 正無怪,教育家要說是生著神經病。 而況明明說過說不清,已經推翻了打話的全局。 即使發生什麼事,與我也毫無關係了。 說不清是一句極有用的話。 不清是個勇敢的少年,往往敢於給人解決疑問,確定醫生。 萬一結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輔。 然而,一用這說不清來做結束,便事事逍遙自在了。 我在這兒時更感到這一句話的必要。 即使和討飯的女人說話,也是萬不可省的。 但是我總覺得不安,過了一夜,也仍然時時記憶起來,彷彿懷著什麼不祥的預感。 在陰沉的雪天里,在無聊的書房里,這不安愈加強烈了。 不如走吧,明天進城去。 福星樓的清頓魚翅,一圓一大盤,價廉物美,現在不知增價了否? 往日同遊的朋友,雖然已經雲散,然而魚翅是不可不吃的,即使只有我一個。 無論如何,我明天絕即要走了。 我因為常見些但願不如所料,以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卻每每恰如所料的起來,所以很恐怕這事也疑慮。 果然,特別的情形開始了。 傍晚,我竟聽到有些人聚在內室里談話,彷彿議論什麼事似的。 但不一會兒,說話聲也就止了。 只有四叔,且走而且高聲地說:「不早不遲,偏偏要在這時候,這就可見是一個謬種。」 我先是恰意,接著是很不安,似乎這話與我有關系。 失望門外,誰也沒有,好容易待到晚飯前,他們的短工來沖茶,我才得了打聽消息的機會。 剛才四老爺和誰生氣呢? 我問:「還不是和祥林嫂?」 那短工簡潔地說:「祥林嫂? 怎麼了?」 我又趕緊地問:「老了?」 死了? 我的心突然緊縮,幾乎跳起來,臉上大約也變了色。 但他始終沒有抬頭,所以全部絕。 我也就鎮定了自己,接著問:「什麼時候死的?」 什麼時候? 昨天夜里,或者就是今天吧,我說不清。 怎麼死的? 怎麼死的? 還不是窮死的? 他淡然地回答,仍然沒有抬頭向我看,出去了。 然而我的驚慌卻不過暫時的事,隨著就覺得要來的事已經過去,並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說不清,和他之所謂窮死的的寬慰,心力已經漸漸輕鬆。 不過偶然之間,還似乎有些覆舊。 晚飯擺出來了,四叔儼然地陪著。 我也還想打聽些關於祥林嫂的消息。 但知道他雖然讀過《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而忌諱仍然極多,當臨近祝福時候,是萬不可提起死亡疾病之類的話的。 躺不得已,就該用一種替代的言語,可惜我又不知道,因此屢次想問,而終於終止了。 我從他儼然的臉色上,又忽而疑他正以為我不早不遲,偏要在這時候來打擾他,也是一個謬種。 便立刻告訴他,明天要離開魯鎮,進城去,趁早放寬了他的心。 他也不狠流,這樣悶悶地吃完了一餐飯。 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已籠罩了全市盛。 人們都在燈下匆忙,但窗外很寂靜,雪花落在激得厚厚的雪入上面,聽去似乎瑟瑟有聲,使人更加感得沉悉。 我獨坐在發出黃光的菜油燈下,想,這百無聊賴的祥林嫂,被人們棄在沉戒堆中的,看得厭倦了的成就的玩物,先前還將刑骸露在沉戒里。 從活得有趣的人們看來,恐怕要怪壓它何以還要存在? 現在總算被無常打掃得乾乾淨淨了。 魂靈的有無我不知道,然而在現世,則無聊生者不生。 即使厭見者不見,為人為己,也還都不錯。 我靜聽著窗外似乎瑟瑟作響的雪花聲,一面想,反而漸漸地舒暢起來,然而先前所見所聞的她的半生事蹟的斷片,至此也連成一片了。 她不是魯振人,有一年的冬初,四叔家里要換女工,做中人的魏老婆子帶她進來了。 頭上砸著白頭繩,巫裙,藍甲襖,月白背心,臉紀大約二十六七,臉色青黃,但兩頰卻還是紅的。 魏老婆子叫她祥林嫂,說是自己母家的臨舍,死了當家人,所以出來做工了。 四叔皺了皺眉,四婶已經知道了她的意思,是在討厭她是一個寡婦。 但是她模樣還周正,手腳都壯大,又只是順著眼,不開一句口,很像一個安分耐勞的人,便不管四叔的皺眉,將她留下了。 事工其內,她整天地做,似乎閒著就無聊,又有力,簡直抵得過一個男子。 所以第三天就定局,每月工錢五百文。 大家都叫她祥林嫂,沒問她姓什麼,但中人是魏嘉山人,既說是鄰居,那大概也就姓魏了。 她不很愛說話,別人問了才回答,答得也不多。 直到十幾天之後,這才陸續地知道她家里還有嚴厲的婆婆,一個小叔子,十多歲,能打柴了。 她是春天沒了丈夫的,她本來也打柴為生,比她小十歲。 大家所知道的,就只是這一點。 日子很快地過去了,她的做工卻毫沒有謝,實物不論,力氣是不惜的。 人們都說魯四老爺家里僱了女工,實在比勤快的男人還勤快。 到年底,掃塵、洗地、殺妻、宰娥。 徹夜的主服里,全是一人擔當,竟沒有天斷工。 然而她反滿足,口角邊漸漸地有了效應,臉上也白胖了。 新年才過,她從河邊掏米回來時,忽而失了色,說剛才遠遠地看見幾個男人在對岸徘徊,很像夫家的唐伯,恐怕是正在尋她而來的。 四婶很驚疑,打聽底細,她又不說。 四叔一知道,就皺一皺眉,道:"這不好,恐怕她是逃出來的。 她誠然是逃出來的,不多久,這推想就證實了。 此後大約十幾天,大家正已漸漸忘卻了先前的事。 為老婆子忽而帶了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進來了,說那是祥林嫂的婆婆。 那女人雖是山里人模樣,然而應酬很從容,說話也能幹。 寒暄之後就賠罪,說她特來叫她的兒媳回家去,因為開春事務忙,而家中只有老的和小的人手不夠了。 既是她的婆婆要她回去,那有什麼話可說呢? 四叔說。 於是算清了工錢,一共一千七百五十文,她全存在主人家,一文也還沒有用,便都交給她的婆婆。 那女人又取了衣服,倒過蟹,出去了。 其實已經是正午。 哎呀! 米呢! 祥林嫂不是去掏米的嗎? 好一會兒,四婶這才驚叫起來,她大約有些餓,記得午飯了。 於是大家分頭尋陶螺。 她先到廚下,次到堂前,後到臥房,全部見陶螺的影子。 四叔渡出門外,也不見,一直到河邊,才見平平正正地放在岸上,旁邊還有一株菜。 看見的人報告說,河裡面上午就駁了一隻白棚船,棚是全蓋起來的,不知道什麼人在裡面,但事前也沒有人去理會她。 帶著祥林嫂出來逃米,剛剛要跪下去,那船裡便突然跳出兩個男人來,像是山里人,一個抱著她,一個幫著,拖進船去了。 祥林嫂還呼喊了幾聲,此後便再沒有什麼聲息。 大約給用什麼堵住了吧。 接著就走上兩個女人來,一個不認識,一個就是餵婆子。 窺探倉裡,不很分明,她像是捆了躺在船板上。 可惡。 然而…… 四叔說。 這天是四嬸自己煮中飯,他們的兒子阿牛燒火。 午飯之後,餵老婆子又來了。 可惡! 四叔說。 你是什麼意思? 虧你還會再來見我們。 四嬸喜著碗,一見面就憤憤地說。 你自己見他來,又合夥結他去。 鬧得廢反迎天的,大家看了成個什麼樣子? 你拿我們家裡開玩笑嗎? 哎呀哎呀! 我真上當! 我這回就是為此特地來說說清楚了。 她來求我見地方,我哪里料得到是瞞著她的婆婆的呢? 對不起,四老爺、四太太。 總是我老發婚不小心。 對不起主顧。 馨兒府上是向來寬宏大量,不肯和小人計較他。 這回我一定見一個好的來折罪。 然而,四叔說。 於是,祥林嫂事件便告終結,不久也就忘去了。 只有四嬸,因為後來僱用的女工,大抵非懶即禪。 或者禪而且懶,左右不如意,所以也還提起祥林嫂。 每當這些時候,她往往自言自語地說:「她現在不知道怎麼樣了。 意思是希望她再來。 但到第二年的新政,她也就絕了忘。 新政將近,魏老婆子來拜年了。 已經喝得醉醺醺醺的。 自說,因為回了一趟魏家山的娘家,住下幾天,所以來得遲了。 他們問她之間,自然就談到祥林嫂。 她嗎?」 魏老婆子高興地說:「現在是交了好運了。 她婆婆來抓她回去的時候,是早已娶給了賀家毆的茂老六的。 所以回家之後不幾天,也就裝在花轎里抬去了。 :「哎呀,這樣的婆婆?」 四嬸驚奇地說:「哎呀,我的太太。 你真是大戶人家的太太的話,我們山里人,小戶人家,這兒算得什麼?」 她有小叔子,也得娶老婆,不嫁了她,哪有這一炷錢來做聘禮。 她的婆婆倒是精明強幹的女人哈,很有打算,所以就將她嫁到里山去。 躺徐給本村人,彩禮就不多。 唯獨肯嫁進深山野奧里去的女人少,所以她就到手了八十千。 現在第二個兒子的媳婦也娶盡了。 彩禮花了五十,除去辦喜事的費用,還剩十多千。 哈,你看,這多麼好的打算。 祥林嫂竟肯依? 這有什麼依不依,那是誰也總要鬧一鬧的。 只要用繩子一捆,塞在花窖里,抬到南家,納上花罐,拜堂,罐上房紋,就完事兒了。 可是祥林嫂真出格,聽說那時實在鬧得厲害,大家還都說,大約因為在念書人家做過事,所以與眾不同呢。 太太,我們見得多了,回頭人出嫁,哭喊的也有,說要尋死密活的也有。 抬到南家,鬧得敗不成天地的也有,連花竹都砸了的也有。 祥林嫂可是異呼尋常。 他們說她一路只是嚎、罵。 抬到賀家凹,喉咙已經全啞了。 拉出轎來,兩個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勁地納住她,也還敗不成天地。 他們一不小心,一鬆手。 哎呀! 阿彌陀佛! 她就一頭撞在香岸腳上,頭上碰了一個大窟窿,鮮血直流。 用了兩把香灰,包上兩塊紅布,還止不住血呢。 直到七手八腳地將她和男人反關在心房里,還是罵。 哎呀呀,這真是……。 她搖一搖頭,瞬下眼睛,不說了。 後來怎麼樣呢?四婶還問。 聽說第二天也沒有起來。 她抬起眼來說。 後來呢? 後來,起來了。 她到年底就生了一個孩子,男的,新年就兩歲了。 我在娘家這幾天,就有人到賀家凹去,回來說看見他們娘人倆。 母親也胖,兒子也胖,上頭又沒有婆婆,男人所有的是力氣,會做活。 房子是自家的。 哎呀,她真是交了好運了。 從此以後,四婶也就不再提起祥林嫂。 但有一年的秋季,大約是得到祥林嫂好運的消息之後的,又過了兩個新年。 她竟又站在四叔家的堂前了。 桌上放著一個鼻齊式的圓籃。 眼下一個小鋪蓋,她仍然頭上砸著白頭繩、污裙、藍甲藕、月白背心、臉色青黃。 只是兩頰上已經消失了血色。 順著眼,眼角上帶些淚痕。 眼光也沒有先前那樣精神了。 而且仍然是為老婆子領著,顯出慈悲模樣,敘敘地對四婶說。 這實在是叫做天有不測風雲。 他的男人是堅實人,誰知道年紀輕輕,就會斷送在傷寒上。 本來已經好了的,吃了一碗冷飯,復發了。 幸虧有兒子他又能做。 打柴、摘茶、養蟬都來的,本來還可以守著。 誰知道那孩子又會給狼閒去的呢。 春天快晚了,春上倒反來了狼,誰料到? 現在他只剩了一個光身了。 大伯來收屋,又趕他。 他真是走投無路了,只好來求老主人。 好在他現在已經再沒有什麼牽掛。 太太家里又湊巧要換人,所以我就領他來。 我想,熟門熟路比生手實在好得多。 我真傻,真的。 祥林嫂抬起她沒有神采的眼睛來,接著說。 我單知道下雪的時候,野獸在山凹里沒有食吃,會到村里來。 我不知道春天也會有。 我一清早起來就開了門,拿小籃盛了一籃豆,叫我們的阿毛坐在門檻上撥豆去。 他是很聽話的,我的話句句聽。 他出去了,我就在屋後劈柴,掏米,米下了鍋要蒸豆。 我叫阿毛沒有硬。 處去一看,只見豆撒的一地,沒有我們的阿毛了。 他是不到別家去玩的。 各處去一問,果然沒有,我急了。 央人出去尋,直到下半天,尋來尋去,尋到山凹里,看見刺柴上掛著一紙他的小鞋,大家都說糟了,怕是糟了狼了。 再進去,他果然躺在草巢里,肚里的五臟已經都給吃空了,手上還緊緊地捏著那只小籃呢。 他接著,但是無厭,說不出成居的話來。 四審起客還躊躇,待到聽完他自己的話,眼圈就有些紅了。 他想了一想,便叫拿圓蘭和鋪蓋,到下房去,為老婆子仿佛卸了一肩重擔似的,虛了一口氣。 祥林嫂比出來時候神氣舒暢些。 不帶指引,自己尋熟地安放了鋪蓋,他從此又在魯鎮做女工了。 大家仍然叫他祥林嫂。 然而這一回,他的境遇卻改變得非常大。 上宮之後的兩三天,主人們就覺得他手腳已沒有先前一樣靈活,記性也壞得多。 死屍死在臉上又整日沒有效應。 四審的口氣上,已頗有些不滿了。 當他出道的時候,四叔雖然照例皺過眉,但鑒於向來僱傭女工之男,也就並不大反對。 只是暗暗地告誡四審說:「這種人雖然似乎很可憐,但是扮壞風俗的。 用他幫忙還可以。 祭祀時候,可用不著他沾手,一切飯菜只好自己做,否則,不乾不淨,祖宗是不吃的。 四叔家里最重大的事件是祭祀。 祥林嫂先前最忙的時候也就是祭祀,這回他卻清閒了。 桌子放在堂中央,系上桌圍,他還記得照舊地去分配酒杯和筷子。 祥林嫂,你放著吧,我來擺。 四審慌忙地說。 他姗姗地縮了手,又去取燭臺。 祥林嫂,你放著吧,我來拿。 四審又慌忙地說。 他轉了幾個圓圈,終於沒有事情做,只得疑惑地走開。 他在這一天可做的事,是不過坐在灶下燒火。 鎮上的人們,也仍然叫他祥林嫂,但音調和先前很不同,也還和他講話,但笑容卻冷冷的了。 他全部理會那些事,只是直著眼睛和大家講他自己日夜不忘的故事。 我真傻,真的。 他說。 我單知道雪天是野獸在深山里沒有食吃,會到村里來。 我不知道春天也會有。 我一大早起來,就開了門,拿小籃成了一籃豆,叫我們的阿毛坐在門檻上撥豆去。 他是很聽話的孩子,我的話聚聚聽,他就出去了。 我就在屋後劈柴,掏米,米下了鍋,打算蒸豆。 我叫阿毛。 沒有硬,出去一看,只見豆撒得滿地,沒有我們的阿毛了。 各處去疑問,都沒有。 我急了。 讓人去尋去。 直到下半天,幾個人尋到山凹里,看見刺柴上掛著一紙他的小鞋。 大家都說,完了,怕是遭了狼了。 再進去,果然,他躺在草草里,肚里的五臟已經都給吃空了。 可憐他手里還緊緊地捏著那只小籃呢。 他於是躺下眼淚來,聲音也污液了。 這故事倒頗有效,男人聽到這里,往往戀起笑容,沒趣地走了開去。 女人們卻不讀寬恕了他似的,臉上立刻改換了筆薄的塵氣,還要陪出許多眼淚來。 有些老女人沒有在街頭聽到她的話,便特意尋來,要聽她這一段悲慘的故事。 直到她說到屋葉,他們也就一起留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淚,嘆息一番,滿足地去了。 一面還紛紛地評論著。 她就只是反覆地向人說她悲慘的故事,常常引住了三五個人來聽她。 但不久,大家也都聽得純熟了。 便是最慈悲地念佛的老太太們,眼里也再不見有一點淚的痕跡。 後來全鎮的人們幾乎都能背誦她的話,一聽到就煩咽得頭痛。 ——我真傻,真的! 她開手說。 是的,你是單知道雪天野獸在深山里沒有食吃,才會到村里來的。 他們立即打斷她的話,走開去了。 她張著口,睁睁地站著,直著眼睛看他們,接著也就走了。 似乎自己也覺得沒趣,但她還妄想,稀逐從別的事,如小蘭、豆、別人的孩子上,引出她的阿毛的故事來。 躺一看見兩三歲的小孩子,她就說:「哎哎,我們的阿毛如果還在,也就有這麼大了。」 孩子看見她的眼光就吃驚,牽著母親的衣襟催她走,於是又只剩下她一個。 終於,沒趣地也走了。 後來大家又都知道了她的脾氣,只要有孩子在眼前,便似笑非笑地先問她道:「祥林嫂,你們的阿毛如果還在,不是也就有這麼大了嗎?」 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經大家主角,賞見了許多天,早已成為渣仔,只值得繁艷和唾棄。 但從人們的效應上,也彷彿覺得,這又冷又尖,自己再沒有開口的必要了。 她單是一瞥他們,並不回答一句話。 魯鎮永遠是過新年,蠟月二十以後就活起來了。 四叔家里,這回徐顧男短工,還是忙不過來,另叫柳媽做幫手,殺雞宰鵝。 然而柳媽是善女人,吃素,不殺生的,只肯喜氣敏。 祥林嫂除燒火之外,沒有別的事,卻閒著了,坐著只看柳媽喜氣敏。 微雪點點地下來了。 哎,我真傻。 祥林嫂看了天空叹息著,獨語似地說:「祥林嫂,你又來了?」 柳媽不耐煩地看著她的臉說:「我問你,你鵝腳上的傷痕不就是那時撞壞的嗎?」 嗯嗯。 她含糊地回答:「我問你,你那時怎麼後來進一了呢?」 :「我嗎?」 :「你呀,我想,這總是你自己願意了,不然……啊,你不知道他,力氣多麼大呀?」 :「我不信,我不信你這麼大的力氣,真會熬他不過,你後來一定是自己啃了。 倒推說他力氣大。 哎,你倒自己試試著。」 她笑了。 柳媽的打皺的臉也笑起來,使她猝縮得像一個核桃,乾枯的小眼睛一看祥林嫂的額腳,又盯住她的眼。 祥林嫂是很局促了,立刻戀了笑容,旋轉眼光,自去看雪花。 祥林嫂,你實在不合算。 柳媽詭秘地說:「再一將,或者索性撞壹個死,就好了。 現在呢,你和你的第二個男人過活不到兩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 你想,你將來到殷司去,那兩個死鬼的男人還要爭,你給了誰好呢? 閻落大王只好把你鋸開來,分給他們,我想這真是……。」 他臉上就顯出恐怖的神色來,這是在山村里所未曾知道的。 我想,你不如及早抵蕩,你到土地廟里去捐一條門檻,當作你的替身,給千人踏萬人跨,贖了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 他當時並不回答什麼話,但大約非常苦悶了。 第二天早上起來的時候,兩眼上便都圍著大黑圈。 早飯之後,他便到鎮的溪頭的土地廟里去,求捐門檻。 廟柱起初执意不允許,直到他急得流淚,才勉強答應了。 架木是大錢十二千,他久已不和人們交口,因為阿毛的故事是早被大家厭棄了的。 但自從和柳媽談了天,似乎又急傳揚開去,許多人都發生了新趣味,又來逗他說話了。 至於蹄木,那自然是換了一個信仰,鑽在他額上的傷疤。 祥林嫂,我問你,你那時怎麼盡肯了? 一個說。 哎,可惜白撞了這一下,一個看著他的疤硬喝道。 他大約從他們的笑容和聲調上,也直到是在嘲笑他,所以總是瞪著眼睛不說一句話。 後來連頭也不回了,他整日緊閉了嘴唇,頭上帶著大家以為恥辱的記號的那傷痕,默默地跑街,掃地,洗菜,逃米。 快過一年,他才從四省手裡織取了利來積存的工錢,換算了十二元陰陽,請假到鎮的溪頭去。 但不到一頓飯時候,他便回來,神氣很舒暢。 眼光也分外有神,高興似地對四省說,自己已經在土地廟捐了門檻了。 冬至的祭祖時節,他做得更出力。 看四省裝好祭品,和阿牛將桌子抬到堂屋中央,他便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 ——你放著吧,祥林嫂! 四省慌忙大聲說。 他像是受了泡烙似的縮手,臉色同時變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竹台,只是失神地站著。 直到四叔上香的時候,叫他走開,他才走開。 這一回,他的變化非常大。 第二天,不但眼睛凹陷下去,連精神也更不济了。 而且很膽怯,不獨怕暗夜,怕黑影。 即使看見人,雖是自己的主人,也總墜墜著,有如在白天出血遊行的小鼠,否則呆坐著,只是一個木偶人。 不半年,頭髮也花白起來了。 記性尤其壞,聖兒至於常常忘卻了去逃米。 祥林嫂怎麼這樣了? 倒不如那時不留他。 四省有時當面就這樣說,似乎是警告他。 然而他總如此,全部見有伶俐起來的希望。 他們於是想打發他走了,叫他回到魏老伯子那里去。 但當我還在魯鎮的時候,不過單是這樣說,看現在的情狀,可見後來終於實行了。 然而他是從四叔家出去就成了乞丐的呢? 還是先到魏老伯子家,然後再成乞丐的呢? 那我可不知道。 我給那些因為在近旁而吉祥的爆竹聲驚醒,看見豆一般大的黃色的燈火光。 接著又聽得嗶嗶啵啵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 直到已是五經將近時候,我在朦朦中,又隱約聽到遠處的爆竹聲連綿不斷,似乎合成一天音響的濃雲,夾著團團飛舞的雪花擁抱了全市鎮。 我在這反響的擁抱中也懶散,而且舒適。 從白天以至初夜的疑慮,全給祝福的空氣一掃而空了。 只覺得天地盛眾,心享了生禮和香菸,都醉醺醺地在空中瞞山,預備給魯鎮的人們以無限的幸福。 第一篇結束。 徬徨 第二篇 這是我為LibriVox 所做的錄音。 LibriVox 的錄音都是屬於公眾所有的。 如果你想取得更多資訊,或想加入義工行列,請點閱librivox.org 網站。 朗讀者 Tina Ding 徬徨 作者魯迅 第二篇 商事 捐聲的首記 如果我能夠,我要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哀。 為子君,為自己。 會館裏的被遺忘在偏僻裏的破屋,是這樣的寂靜和空虛。 時光過得真快。 我愛子君,我愛子君,仗著他逃出這寂靜和空虛,已經滿一年了。 事情又這麼不湊巧。 我從來時,偏偏空著的又只有這一間屋,依然是這樣的破窗,這樣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樹和老子藤,這樣的窗前的方桌,這樣的敗壁,這樣的靠壁的板床。 深夜中獨自躺在床上,就如我未曾和子君同居以前一般。 過去一年中的時光全被消滅,全未有過,我並沒有曾經從這破屋子搬出,在吉兆胡同創立了滿懷希望的小小的家庭。 不但如此,在一年之前,這寂靜和空虛是並不這樣的。 常常含著期待,期待子君的到來。 在九代的焦躁中,一聽到皮鞋的高底間觸著磚路的清響,是怎樣的使我驟然生動起來哈。 於是就看見戴著笑窩的蒼白的圓臉,蒼白的瘦的壁駁,布的有條紋的山子,懸色的裙。 他又帶了窗外的半枯的懷樹的新葉來,使我看見,還有掛在鐵似的老幹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 然而現在呢,只有寂靜和空虛依舊,子君卻絕不再來了,而且永遠永遠地。 子君不在我這破屋裏時,我什麼也看不見。 在百無聊賴中順手抓過一本書來。 科學也好,文學也好,橫竖什麼都一樣,看下去看下去。 忽而自己覺得已經翻了十多頁了,但是毫不記得書上所說的事,只是耳朵卻分外的鈴。 仿佛聽到大門外一切往來的吕聲,從中便有子君的,而且妥妥地逐漸臨近。 但是,往往又逐漸渺茫,終於消失在別的不聲的砸踏中了。 我憎悟那不像子君協生的穿布底鞋的長班的兒子。 我憎悟那太像子君協生的,常常穿著心皮鞋的淋願的擦雪花糕的小東西。 莫非他翻了車嗎? 莫非他被電車撞傷了嗎? 我便要取了帽子去看他。 然而他的包叔,就曾經當面罵過我。 木然他的邪聲進來了,一步響於一步,迎出去時,卻已經走過子藤棚下,臉上帶著微笑的酒窩。 他在他熟子的家里,大約並未受氣。 我的心凝貼了。 默默地相識片時之後,破屋里便漸漸充滿了我的雨聲。 談家庭專制,談打破舊習慣,談男女平等,談衣博生,談泰戈爾,談雪萊。 他總是微笑點頭,兩眼里弥漫著稚氣的好奇的光澤。 壁上,就盯著一張銅板的雪萊半身像,是從雜誌上裁下來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張像。 當我只給他看時,他卻只草草一看便低了頭,似乎不好意思了。 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還未拖進舊思想的束縛。 我後來也想,倒不如換一張雪萊淹死在海里的紀念像,或是衣博生的吧。 但也終於沒有換,現在是連這一張也不知哪里去了。 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 這是我們交際了半年,又談起他在這里的包叔和在家的父親時。 但是,他默想了一會兒之後,分明地、堅決地、沉靜地說了出來的話。 其實,是我已經說盡了我的意見、我的身世、我的缺點,很少隱瞞。 他也完全瞭解的了。 這幾句話很震動了我的靈魂。 此後許多天還在耳中發想,而且說不出的狂喜。 直到中國女性,並不如艷世家所說,那樣的無法可施。 在不遠的將來,便要看見輝煌的樹色的。 送他出門,趙立是鄉離十多不遠。 趙立是那黏於虛的老東西的臉,又緊貼在髒的窗玻璃上了。 連鼻尖都擠成一個小平面。 到外院,趙立又是明晃晃地玻璃窗里的那個小東西的臉。 家後的雪花糕,他目不斜視地驕傲地走了,沒有看見我驕傲地回來。 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 這徹底的思想就在他的腦里,比我還透徹,堅強得多。 半瓶雪花糕和鼻尖的小平面,與他能算什麼東西呢? 我已經記不清那時怎樣地將我的純真熱烈的愛表示給他。 岂但現在,那時的事後便已模糊。 夜間回想,早只剩了一些斷片了。 同居以後一兩月,便連這些斷片也化作無可追蹤的夢影。 我只記得那時以前的十幾天,曾經很仔細地研究過表示的態度,排列過措辭的先後,以及他或遭了拒絕以後的情形。 可是臨時似乎都無用,在慌張中,身不由己地竟用了在電影上見過的方法了。 後來一想到,就使我很愧虐。 但在記憶上,卻偏只有這一點永遠留意。 至今還如暗示的孤燈一般,照見我含淚握著他的手,一條腿跪了下去。 不但我自己的,便是子君的言語舉動,我那時就沒有看得分明。 僅知道他已經允許我了,但也還仿佛記得他臉色變成清白,後來又漸漸轉作飛鴻。 沒有見過,也沒有再見的飛鴻。 孩子似的眼裡射出悲喜,但是夾著驚疑的光。 雖然立閉我的視線,張黃得似乎要破窗飛去。 然而我知道他已經允許我了,沒有知道他怎樣說或是沒有說。 他卻是什麼都記得,我的言辭,竟至於讀熟了的一般,能夠滔滔背誦。 我的舉動,就如有一張我所看不見的影片掛在眼下,敘述得如聲,很細微。 自然,連那使我不願再想得淺薄的電影的一閃。 夜藍人靜,是相對溫習的時候了。 我嘗試被質問,被考驗,並且背命複數當時的言語,然而常需由他補足,由他糾正,像一個丁等的學生。 這溫習後來也漸漸稀疏起來。 但我只要看見他兩眼注視空中,出神似的凝想著,於是神色越加柔和,笑窩也伸下去,便知道他又在自修舊課了。 只是我很怕他看到我那可笑的電影的一閃,但我又知道他一定要看見,而且也非看不可的。 然而他並不覺得可笑。 即使我自己以為可笑,善而至於可比的,他也毫不以為可笑。 這事我知道得很清楚,因為他愛我是這樣的熱烈,這樣的純真。 去年的牧春是最為幸福,也是最為忙碌的時光。 我的心平靜下去了,但又有別一部分和身體一同忙碌起來。 我們這時才在路上同行,也到過幾回公園,最多的是尋住所。 我覺得在路上時時遇到探索、績笑、猥亵和輕蔑的眼光。 一不小心,便使我的全身有些色縮,只得即刻提起我的驕傲和反抗來支持。 他卻是大無畏的,對於這些全部關心,只是鎮靜地緩緩前行,坦然如入無人之境。 尋住所實在不是容易事,大半是被託辭拒絕。 小半是我們以為不相倚。 起先我們選擇得很刻酷,也非刻酷,因為看去大底不像是我們的安身之所。 後來,便只要他們能相容了。 看了二十多處,這才得到可以暫且敷衍的處所,是吉兆胡同一所小屋里的兩間男屋。 主人是一個小官。 然而倒是明白人。 自住著正屋和廂房,他只有夫人和一個不到周歲的女孩子。 顧一個鄉下的女工,只要孩子不啼哭,是極其安閒幽靜的。 我們的家具很簡單,但已經用去了我的籌來的款子的大半。 子君還賣掉了他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環。 我攔阻他,還是定要賣,我也就不再堅持下去了。 我知道不給他加入一點股份去,他是住不舒服的。 和他的叔子,他早驚鬧開,至於使他氣憤到不再認他做侄女。 我也陸續和幾個自以為中故,其實是替我膽怯或者竟是極度的朋友絕了交。 然而這倒也清靜。 每日辦公散後,雖然已經黃昏,車夫又一定走得這樣慢。 但究竟還有二人相對的時候? 我們先是沉默地相識,接著是放懷而親密地交談。 後來又是沉默,大家低頭沉思著。 卻並未想著什麼事,我也漸漸清醒地讀遍了他的身體,他的靈魂。 不過三星期,我似乎與他已經更加了解。 揭去許多,先前以為瞭解,而現在看來卻是隔膜,即所謂真的隔膜了。 子君也逐日活潑起來。 但他並不愛花。 我在廟會時,買來的兩盆小草花,四天不交,哭死在壁角了。 我又沒有照顧一切的閒暇。 然而他愛動物。 也許是從官太太那里傳染的吧。 不疑越,我們的眷屬便驟然加得很多。 四紙小油雞,在小院子里和房主人的十多紙,再一同走。 但他們卻認識雞的相貌,各知道哪一紙是自家的。 還有一紙花白的巴兒狗,從廟會買來,記得似乎原有名字。 子君卻給他另起了一個,叫做阿隨。 我就叫他阿隨,但我不喜歡這名字。 這是真的,愛情必須時時更新,生長,創造。 我和子君說起這,他也領會地點點頭。 哎哎,那是怎樣的寧靜而幸福的夜哈? 安寧和幸福是要凝固的。 永久是這樣的安寧和幸福。 我們在會館里時,還偶爾議論的衝突和意思的誤會,自從到集召活動以來,連這一點也沒有了。 我們只在燈下對坐的懷舊壇中,回味那時衝突以後的和解的重生一般的樂趣。 子君竟胖了起來,臉色也紅火了。 可惜的是忙,管了家務便連談天的功夫也沒有,何況讀書和散步。 我們常說,我們總還得顧一個女工。 這就使我也一樣地不快活。 傍晚回來,常見她包藏著不快活的顏色。 尤其使我不樂的是,她要裝作勉強的笑容。 幸而探聽出來了。 也還是和那小官太太的暗鬥。 導火線便是兩家的小油機。 但又何必硬不告訴我呢? 人總該有一個獨立的家庭。 這樣的處所是不能居住的。 我的路也註定了。 每星期中的六天,是由家到局,又由局到家。 在局里便坐在辦公桌前,抄抄,抄些公文和信件。 在家里,是和她相對,或幫她生白爐子,煮飯,蒸饅頭。 我的學會了煮飯就在這時候。 但我的食品卻比在會館里是好得多了。 做菜雖不是子君的特長,然而她於此卻倾注著全力。 對於她的日夜的操心,使我也不能不一同操心,來算作分甘共苦。 況且,她又這樣的中日汗流滿面,短髮都黏在腦額上。 兩隻手,又只是這樣的粗糙起來。 況且還要四阿髓,四油雞,都是非她不可的工作。 我曾經忠顧她,我不吃到也罷了。 卻萬不可這樣的操勞。 她只看了我一眼,不開口,神色卻似乎有點欺然。 我也只好不開口,然而她還是這樣的操勞。 我所預期的打擊果然到來。 雙齒節的前一晚,我呆坐著,她在洗碗。 聽到打門聲,我去開門時,是局里的信拆,交給我一張油印的紙條。 我就有些料到了。 到燈下去一看,果然,印著的就是,奉局長遇使捐聲卓不庸到局辦事秘書處起,十月九號。 這在會館里時,我就早已料到了。 那雪花糕便是局長的兒子的獨有,一定要去添些謠言,設法報告的。 到現在才發生笑顏,已經要算是很晚的了。 其實,這在我不能算是一個打擊,因為我早就決定,可以給別人去抄寫,或者教讀,或者雖然費力,也還可以一點書。 況且自由之友的總編輯,便是見過幾次的熟人,兩月前還通過信,但我的心卻跳躍著。 那麼一個無味的子君也變了色,尤其使我痛心,他近來似乎也較為怯弱了。 那算什麼? 哼,我們幹新的,我們……。 他說。 他的話沒有說完,不知怎的,那聲音在我聽去卻只是浮浮的,燈光也覺得格外暗淡。 人們真是可笑的動物。 一點極為末的小事情,便會受著很深的影響。 我們先是默默地相識,逐漸商量起來,終於決定將現有的錢竭力節省,一面登小廣告去尋求抄寫和教讀。 一面寫信給自由之友的總編輯,說明我目下的遭遇,請他收用我的藝本,給我幫一點艱辛時候的忙。 說做,就做吧,來開一條新的路。 我立刻轉身向了書案,推開城鄉油的瓶子和促碟,子君便送過那暗淡的燈來。 我先擬廣告,其次是選定可意的書,遷移以來未曾翻閱過,每本的頭上都滿漫著灰塵了。 最後才寫信。 我很廢愁愁,不知道怎樣措辭好,當停筆寧思的時候,轉眼去一瞥他的臉,在昏暗的燈光下,又很顯得欺然。 我真不料這樣微細的小事情,竟會給堅決的無謂的子君以這麼顯著的變化。 他近來實在變得很雀弱了,但也並不是今夜才開始的。 我的心因此更療亂。 忽然有安寧的生活的影像,會館里的破屋的寂靜,在眼前一閃。 剛剛想定睛凝視,卻又看見了昏暗的燈光。 許久之後,信也寫成了,是一封頗長的信。 很覺得疲勞,彷彿近來自己也較為雀弱了。 於是我們決定,廣告和發信,就在明日一同實行。 大家不約而同地伸直了腰織。 在無言中,似乎又都感到彼此的堅韌倔強的精神,還看見重新萌芽起來的將來的希望。 外來的打擊,其實倒是振作了我們的新精神。 局里的生活,圓如鳥販子手里的禽鳥一般,僅有一點小米微細纏生,絕不會肥胖。 日子一久,只落得麻皮了赤子,即使放龍外,早已不能奮飛。 現在總算拖出這牢籠了。 我從此要在新的開闊的天空中翱翔,趁我還未忘卻了我的赤子的煽動。 小廣告是一時自然不會發生效力的,但一書也不是容易事。 先前看過,以為已經懂得的,一動手,卻疑難擺出了。 進行得很慢。 然而我絕技努力地做。 一本半新的字典不到半月,邊上便有了一大片烏黑的紙痕。 這就證明著我的工作的切實。 自由之友的總編輯曾經說過,他的刊物是絕不會埋沒好稿子的。 可惜的是,我沒有一件盡事。 子君又沒有先前那麼幽靜,善於體貼了。 房子里總是散亂著碗碟,弥漫著煤煙,使人不能安心做事。 但是,這自然還只能怨我自己無力置一間書斋。 然而,又加以阿隨,加以油雞們,加以油雞們又大起來了,更容易成為兩家爭吵的引線。 加以每日的川流不息地吃飯,子君的工業仿佛就完全建立在這吃飯中。 吃了籌錢,籌來吃飯,還要為阿隨伺油雞。 他似乎將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也不想到,我的公司就常常為了這催促吃飯而打斷。 即使在作中給看一點怒涉,他總之不改變,仍然毫無感觸似地大嚼起來。 使他明白了我的做工不能受規定的吃飯的束縛,就廢去五星期。 他明白之後大約很不高興吧,可是沒有說。 我的工作果然從此較為迅速地進行,不久就共益了五萬元。 只要潤策一回,便可以和做好的兩篇小品,一同寄給自由之友去。 只是吃飯卻依然給我鼓腦。 菜冷是無妨的,然而靜不夠,有時連飯也不夠。 雖然我因為中日坐在家里用腦,飯量已經比千錢要減少得多。 這是先去餵了阿隨了,有時還病那近來連自己也輕易不吃的羊肉。 他說,阿隨實在瘦得太可憐,房東太太還因此吃笑我們了,她受不住這樣的奚落。 於是吃我殘飯的便只有游雞們,這是我雞久才看出來的。 但同時也如赫薛黎的認定人類在宇宙間的位置一般,自覺了我在這裡的位置。 不過是巴爾狗和游雞之間。 後來,竟多次的抗爭和催逼,游雞們也逐漸成為遙轉。 我們和阿隨都享用了十多日的鮮肥,可是其實都很瘦,因為他們早已每日只能得到幾粒高粱了。 從此便清靜得多,只有子君很退堂,似乎常覺得欺苦和無聊,至於不大願意開口。 我想,人是多麼容易改變哈。 但是阿隨也將留不住了,我們已經不能再希望從什麼地方會有來信,子君也早沒有一點食物可以引他打拱或直立起來。 冬季又逼近得這麼快,火爐就要成為很大的問題。 它的食量,在我們其實早是一個極意覺得的很重的負擔,於是連它也留不住了。 當時,插了草標到廟室去出賣,也許能得幾文錢吧。 然而我們都不能,也不願這樣做。 終於是用包袱蒙著頭,由我帶到西郊去放掉了。 還要追上來,便推在一個並不很深的土坑里。 我一回遇,學得又清靜得多多了。 但子君的淒慘的神色,卻使我很吃驚。 那是沒有見過的神色。 自然是為阿隨,但又何至於此呢? 我還沒有說起推在土坑里的事。 到夜間,在他的淒慘的神色中,加上冰冷的份子了。 奇怪,子君,你怎麼今天這樣了? 我忍不住問。 什麼? 他連看也不看我。 你的臉色? 沒有什麼,什麼也沒有。 我終於從他言動上看出,他大概已經認定我是一個忍心的人。 其實我一個人是容易生活的。 雖然因為驕傲,向來不與世交來往。 遷局以後,也疏遠了所有舊事的人。 然而只要能遠走高飛,生路還寬廣得很。 現在忍受著這生活壓迫的苦痛,大半倒是為他,便是放掉阿隨也何嘗不如此。 但子君的事件卻似乎只是淺薄起來。 竟至於連這一點也想不到了。 我撿了一個機會,將這些道理暗示他。 他領會似的點頭,然而看他後來的情形,他是沒有懂。 或者是並不相信的。 天氣的冷和神情的冷,逼迫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 但是,往哪里去呢? 大道上,公園里,雖然沒有冰冷的神情,冷風究竟也刺著人皮膚愈裂。 我終於在通俗圖書館里,覓得了我的天堂。 那里無需買票。 月書室里,又裝著兩個鐵火爐,縱使不過是燒著不死不活的煤的火爐,但單是看見裝著它,精神上也就總覺得有些溫暖。 書卻無可看,舊的臣腐,新的是幾乎沒有的。 好在我到那里去,也並非為看書。 另外時常還有幾個人,多則十餘人,都是單薄衣裳,正如我,個人看個人的書,作為取暖的口實。 這與我尤為合適。 道路上容易遇見熟人得到輕蔑的一撇,但此地卻絕無那樣的橫貨。 因為他們是永遠圍在別的鐵爐旁,或者靠在自家的白爐邊的。 那里雖然沒有書給我看,卻還有安閒容得我想。 待到孤身哭作,回憶從前。 這才覺得大半年來只為了愛,盲目的愛,而將別的人生的要義全盤疏忽了。 第一便是生活。 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負理。 世界上並非沒有為了奮鬥者而開的活路,我也還未忘卻赤子的煽動。 雖然比先前已經腿躺得多,屋子和讀者漸漸消失了。 我看見怒濤中的漁夫,戰壕中的兵士,摩托車中的貴人,洋場上的投機家,深山密林中的豪傑,獎臺上的教授,婚夜的運動者和深夜的偷兒。 子君不在近旁。 他的勇氣都失掉了。 只為著阿髓悲憤,為著做飯出神,然而奇怪的是,倒也並不怎樣受損。 冷了起來,火爐里的不死不活的幾片硬煤,也終於燒進了。 也是閉館的時候,又須回到吉兆胡同,領略冰冷的顏色去了。 近來也間或遇到溫暖的神情,但這卻反而增加我的苦痛。 記得有一夜,子君的眼里忽而又發出久已不見的稚氣的光來,笑著和我談到還在會館時候的情形,時時又很帶些恐怖的神色。 我知道我近來的超過他的冷夢,已經引起他的憂疑來,只得也勉勵談笑,想給他一點慰藉。 然而我的笑貌一上臉,我的話一出口,卻即刻變為空虛。 這空虛又即刻發生反響,回向我的耳目里,給我一個難堪的惡毒的冷嘲。 子君似乎也覺得的,從此便失掉了他往常的麻木似的鎮靜。 雖然竭力掩飾,總還是時時露出憂疑的神色來,但對我卻溫和得多了。 我要明告他,但我還沒有敢。 當決心要說的時候,看見他孩子一般的眼色,就使我只得暫且改做勉強的歡容。 但是這又即刻來冷嘲我,並使我失去那冷漠的鎮靜。 他從此又開始了往事的溫習和新的考驗,逼我做出許多虛偽的溫存的答案來,將溫存示給他,虛偽的草稿便寫在自己的心上。 我的心見被這些草稿填滿了,常覺得難於呼吸,我在苦惱中常常想,說真實自然須有極大的勇氣的。 假如沒有這勇氣,而苟安於虛偽,那也便是不能開辟新的生路的人。 不讀不是這個,連這兒人也未常有。 子君有怨色,在早晨,極冷的早晨,這是從未見過的,但也許是從我看來的怨色。 我那時冷冷的氣憤和暗笑了。 他所磨練的思想和豁達無畏的言論,到底也還是一個空虛。 而對於這空虛卻並未自覺。 他早已什麼書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著,是求生。 向著這求生的道路,是必須攜手同行,或奮身孤枉的了。 唐使只知道垂著一個人的衣角。 那便是雖戰士也難於戰鬥,只得一同滅亡。 我覺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們的分離。 他應該決然捨去。 我也突然想到他的死,然而立刻自責,懺悔了。 幸而是早晨。 時間正多,我可以說我的真實。 我們的新的道路的開闢,便在這一招。 我和他閒談,故意地引起我們的往事。 提到文藝。 於是涉及外國的文人,文人的作品《諾拉》《海的女人》。 征揚諾拉的果決,也還是去年在會館的破屋里講過的那些話。 但現在已經變成空虛,從我的嘴,傳入自己的耳中。 時時疑心有一個隱情的壞孩子,在背後惡意地、刻讀的小蛇。 他還是點頭答應著傾聽。 後來沉默了。 我也就斷序地說完了我的話,連餘音都消失在虛空中了。 是的。 他又沉默了一會兒。 說。 但是娟生,我覺得你近來很兩樣了。 可是的? 你……你老實告訴我。 我覺得,這似乎給了我當頭一擊。 但也立即定了神,說出我的意見和主張來。 新的路的開闢,新的生活的再造,為的是免得一同滅亡。 臨默,我用了十分的決心,加上這幾句話。 況且你已經可以無需顧慮,勇往直前了。 你要我老實說。 是的,人是不該虛偽的。 我老實說吧。 因為……因為我已經不愛你了。 但這與你倒好得多,因為你更可以毫無掛念地做事。 我同時預期這大的變故的到來。 然而只有沉默。 他臉色陡然變成輝煌,死了似的。 瞬間,便又蘇生,眼裡也發了稚氣的閃閃的光澤。 這眼光射向四處,正如孩子在飢渴中尋求著慈愛的母親,但只在空中尋求,恐怖地迴避著我的眼。 我不能看下去了,進而是早晨。 我冒著寒風,進奔通俗圖書館。 在那里看見自由之友,我的小品文都登出了,這使我一驚。 仿佛得了一點生氣。 我想,生活的路還很多。 但是,現在這樣也還是不行的。 我開始去訪問久已不相聞問的熟人,但這也不過一兩次。 他們的屋子自然是暖和的。 我在骨髓中,卻覺得寒烈。 夜間,便捲浮在比冰還冷的冷污中。 冰的針刺著我的靈魂,使我永遠苦於麻木的疼痛。 生活的路還很多,我也還沒有忘卻赤子的煽動。 我想…… 我突然想到他的死,然而立刻自責,忏悔了。 在通俗圖書館里,往往瞥見一閃的光明。 新的生路橫在前面。 他勇猛地覺悟了。 毅然走出這冰冷的家,而且毫無怨恨的神色。 我便清如行雲,飄浮空氣。 上有蔚藍的天,下是深山大海。 廣煞高樓,戰場,摩托車,洋場,公館,晴明的鬧市,黑暗的夜。 而且真的,我預感得這新生面便要來到了。 我們總算度過了極難忍受的冬天。 這北京的冬天,就如蜻蜓落在惡作劇的壞孩子的手里一般,被戲著戲線。 盡情玩弄、虐待。 雖然信兒沒有送掉性命,結果也還是躺在地上,只爭著一個遲早之間。 寫給自由之友的總編輯已經有三封信,這才得到回信。 信封里只有兩張書卷,兩腳的和三腳的。 我卻當時催就用了九分的郵票,一天的飢餓,又都白挨給與己一無所得的空虛了。 然而覺得要來的事卻終於來到了。 這是東春之交的事,風已沒有這麼冷。 我也更久地在外面徘徊,帶到回家。 大概已經昏黑。 就在這樣一個昏黑的晚上,我照常眉睛打彩地回來。 一看見寓所的門,也照常更加喪氣,使腳步放得更緩。 但終於走進自己的屋子里了,沒有燈火。 摸火柴點起來時是異樣的寂寞和空虛。 正在錯愕中,彎太太便到窗外來叫我出去。 今天子君的父親來到這里,將她接回去了。 她很簡單地說。 這似乎又不是意料中的事,我便如腦厚受了一擊,無言地站著。 她去了嗎? 過了些時,我只問出這樣一句話。 她去了。 她……她可說什麼? 沒說什麼,但是偷我見你回來時告訴你,說她去了。 我不信,但是屋子里,是異樣的寂寞和空虛。 我遍看各處,群密子君。 只見幾件破舊而黯淡的家具,都顯得極其輕疏。 再證明著他們毫無隱匿、一人一物的能力。 我轉念尋信,或她留下的字跡,也沒有。 只是鹽和乾辣椒、麵粉、半株白菜,卻聚集在一處了。 旁邊還有幾十枚銅圓,這是我們兩人生活材料的全副。 現在她就鄭重地將這留給我一個人,在不言中,叫我藉此去維持較久的生活。 我似乎被周圍所排擠,奔到院子中間,有昏黑在我的周圍,正屋的紙窗上映出明亮的燈光。 他們正在逗著孩子推笑,我的心也沉靜下來,覺得在沉重的破壓中,漸漸隱約地現出拖走的路径。 深山大澤,陽場,電燈下的盛宴,壕溝,最黑最黑的深夜,利刃的一擊,毫無聲響的腳步。 心地有些輕鬆,舒展了,想到吕沸,並且嘘一口氣。 躺著,在合著的眼前經過的預想的前途,不到半夜已經陷進,暗中忽然仿佛看見一堆食物。 這之後,便浮出一個子君的輝黃的臉來,睜了孩子氣的眼睛,肯脫似地看著我。 我一定神,什麼也沒有了。 但我的心卻又覺得沉重。 我為什麼偏不忍耐幾天,要這樣積極地告訴他真話的呢? 現在他知道,他以後所有的只是他父親,兒女的債主,得烈日一般的炎威和旁人的曬過冰霜的冷眼。 此外便是虛空,負著虛空的重擔,在炎威和冷眼中走著所謂人生的路。 這是怎麼可怕的事啊! 而況這路的盡頭,又不過是連墓碑也沒有的墳墓。 我不應該將真實說給子君,我們相愛過,我應該永久奉獻他我的說謊。 如果真實可以寶貴,這在子君就不該是一個沉重的空虛。 黃雨當然也是一個空虛,然而林末,至多也不過這樣的沉重。 我以為將真實說給子君,他便可以毫無顧慮,堅決地毅然前行,一如我們將要同居時那樣。 但這恐怕是我錯誤了。 他當時的勇敢和無畏是因為愛,我沒有負著虛偽的重擔的勇氣,卻將真實的重擔卸給他了。 他愛我之後,就要負了這重擔,在炎威和冷眼中走著所謂人生的路。 我想到他的死,我看見我是一個悲卻者,應該被病與強有力的人們,無論是真實者、虛偽者。 然而他卻自始至終,還希望我維持較久的生活。 我要離開吉兆胡同,在這裏是異樣的空虛和寂寞。 我想,只要離開這裏,子君便如還在我的身邊,至少也如還在城中,有一天,將要出乎一表地訪我,像住在會館時候似的。 然而一切請託和書信,都是一無反響,我不得已只好訪問一個久不問候的市郊去了。 他是我伯父的幼年的童窗,以正經出名的拔貢,欲經很久,郊遊也廣闊的。 大概因為衣服的破舊吧,一燈門便很遭門房的白眼,好容易才相見,也還相識,但是很冷落,我們的往事他全都知道了。 自然也不能在這裏了。 他聽了我拖他在別處密室之後,冷冷地說:「等哪里去呢?」 很難。 你呢,什麼呢,你的朋友吧,子君,你可知道,他死了。 我驚得沒有話。 真的? 我終於不自覺地問。 哈哈,自然真的,我家的王生的家,就和他家同村。 但是,不知道是怎麼死的? 誰知道呢? 總之,是死了就是了。 我已經忘卻了怎樣辭別他,回到自己的寓所。 我知道他是不說謊話的。 子君總不會再來的了,像去年那樣。 他雖是想在言威和冷眼中,附著虛空的重擔來走所謂人生的路,也已經不能。 他的命運,已經決定他在我所給予的真實、無礙的人間死滅了。 自然我不能在這裡了。 但是,哪裡去呢? 思維是廣大的空虛,還有死的寂靜。 死於無礙的人們的眼前的黑暗,我仿佛一一看見,還聽得一切苦悶和絕望的掙扎的聲音。 我還期待著新的東西到來,無明的、意外的。 但一天一天,無非是死得寂靜。 我比先前已經不大出門,只坐卧在廣大的空虛裏。 一任這死的寂靜,侵蝕著我的靈魂。 死的寂靜,有時也自己站立,自己退藏。 於是在這絕續之交,便閃出無明的、意外的、新的期待。 一天是陰沉的上午,太陽還不能從雲裏面掙扎出來,連空氣都疲乏著。 耳中聽到細碎的布聲和羞羞的鼻息,使我睜開眼。 大致一看,屋子裏還是空虛,但偶然看到地面,卻盤旋著一批小小的動物,瘦弱的、半死的、滿身灰土的。 我一細看,我的心就一停,接著便直跳起來。 那是阿髓,他回來了。 我的離開吉兆胡同,也不單是為了房主人們和他家女工的冷眼,大半就為著這阿髓。 但是哪里去呢? 新的生路自然還很多。 我約列知道,也肩或依稀看見,覺得就在我面前。 然而我還沒有知道跨進那里去的第一步的方法。 經過許多回的思量和比較,也還只有會館是還能相容的地方。 依然是這樣的破屋,這樣的板床,這樣的半枯的槐樹和紫藤。 但那時使我希望、歡心、愛、生活的,卻全都逝去了。 只有一個虛空,我用真實去換來的虛空存在。 新的生路還很多,我必須跨進去。 因為我還活著。 但我還不知道怎樣跨出那第一步。 有時,反复看見那生路就像一條灰白的長蛇,自己蜿蜒地向我奔來。 我等著,等著,看看臨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里了。 初春的夜還是那麼長。 長久的枯座中記起上午,在街頭所見的藏士。 前面是指人指馬,後面是唱歌一般的哭聲。 我現在已經知道他們的聰明了。 這是多麼輕鬆、簡潔的事。 然而子君的藏士,卻用在我的眼前,是獨自負著虛空的重擔,在灰白這長路上前行。 而又即刻消失在周圍的言威和冷眼里了。 我願意真有所謂鬼魂,真有所謂地獄。 那麼,即使在聰風怒吼之中,我也將尋覓子君,當面說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他的饒恕。 否則,地獄的獨焰將圍繞我,猛烈著燒盡我的悔恨和悲哀。 我將在聰風和獨焰中擁抱子君,氣他寬容或者使他快意。 但是,這卻更虛空於新的生路。 現在所有的只是初春的夜,竟還是那麼長。 我活著,我總得向著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卻不過是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哀。 為子君,為自己。 我仍然只有唱歌一般的哭聲,給子君送葬,葬在遺忘中。 我要遺忘。 我為自己,並且要不再想到這用了遺忘給子君送葬。 我要向新的生路跨進第一步去。 我要將真實深深地藏在新的創傷中,默默地前行。 用遺忘和說謊做我的前導。 第二篇結束。 徬徬徨第三篇 這是我為LibriVox所做的錄音。 LibriVox的錄音都是屬於公眾所有的。 如果你想取得更多資訊,或想加入義工行列,請點閱LibriVox.org 網站。 朗讀者Tina Ding 徬徨 作者魯迅 第三篇 在九樓上 我從北地向東南旅行,繞道訪了我的家鄉,就到S城。 這城離我的故鄉不過三十里,坐了小船,小半天可到。 我曾在這裡的學校里當過一年的教員。 深東雪厚,風景淒清,藍散和懷舊的心緒連結起來,我竟佔遇在S城的洛斯旅館里了。 這旅館是先前所沒有的。 城圈本不大,尋訪了幾個以為可以會見的舊同事,一個也不在,早不知散到哪裡去了。 經過學校的門口,也改換了名稱和模樣,與我很生疏。 不到兩個時辰,我的異性早已所然,破壞此來為多事了。 我所租的旅館是租房不賣飯的,飯菜必須另外叫來,但又無味。 入口如攪泥土,窗外只有自橫斑駁的牆壁,沾著枯死的煤台。 上面是千色的天,白矮矮的覺悟精彩,而且微雪又飛舞起來了。 我午餐本沒有飽,又沒有可以消遣的事情,便很自然地想到先前有一家很熟識的小酒樓,叫伊石居的。 算來離旅館並不遠。 我於是立即鎖了房門,出街向那酒樓去。 其實也無非想姑且逃避客中的無聊,並不專為買醉。 伊石居是在的。 狹小殷屍的店面和破舊的招牌都依舊。 但從掌櫃一至堂官卻已沒有一個熟人,我在這一時居中也完全成了生客。 然而我終於跨上那走熟的屋角的扶梯去了。 由此進到小樓上,上面也依然是五張小板桌,獨有原是木林的後窗,卻換遷了玻璃。 一斤少酒,菜十個油豆腐,辣醬要多。 客人,酒? 唐官懶懶地說著,放下杯塊、酒壺和碗碟。 酒到了,我轉臉向了板桌,排好器具,爭出酒來。 覺得北方故不是我的舊香。 但難來又只能算一個客子,無論那邊的乾雪怎樣紛飛,這裡的柔雪又怎樣的依戀,與我都沒有什麼關係了。 我略帶些哀愁。 然而很舒服地瞎一口酒。 酒味很純正,油豆腐也煮得十分好,可惜辣醬太淡薄,本來S城是不懂得吃辣的。 大概是因為正在下午的緣故吧。 這兒回說是酒樓,卻毫無酒樓氣。 我已經河下三杯酒去了,而我以外還是四張空板桌。 我看著費緣,漸漸地感到孤獨。 但又不願有別的酒客上來。 偶然聽得樓梯上腳步響,便不由地有些懊惱。 待到看見是堂關,才又安心了。 這樣的又喝了兩杯酒。 我想,這回定是酒客了。 因為聽得那腳步聲比堂關的要緩得多。 約略料他走完了樓梯的時候,我便害怕似地抬頭去看著無甘的同伴,同時也就吃驚地站起來。 我竟不料在這里意外地遇見朋友了。 假如他現在還許我稱他為朋友,那上來的分明是我的舊同窗,也是做教員時代的舊同事。 面貌雖然博有些改變,但一見也就認識。 獨有行動卻變得格外迂緩,很不像當年敏捷驚悍的呂維甫了。 啊,維甫,是你嗎? 我萬想不到會在這里遇見你。 啊,是你,我也萬想不到。 我就邀他同坐,但他似乎略略躊躇之後,方才坐下來。 我起先很以為其,接著便有些悲傷,而且不快了。 細看他相貌,也還是亂蓬蓬地虛髮,苍白地長方臉,然而摔瘦了,精神很沉靜,或者卻是腿躺。 又濃又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也濕了精彩。 但當他緩緩地四顧的時候,卻對肺原呼地閃出我在學校時代常常看見的射人的光來。 我們……我高興地然而頗不自然地說。 我們這一別怕有十年了吧。 我早知道你在濟南,可是實在懶得太難,終於沒有寫一封信。 彼此都一樣,可是現在我在太原了,已經兩年多和我的母親。 我回來接他的時候,知道你早搬走了,搬得很乾淨。 ……你在太原做什麼呢? 我問。 焦叔在一個同鄉的家里。 ……這以前呢? ……這以前嘛。 他從衣袋裡掏出一支煙卷來,點了火,閒在嘴里,看著噴出的煙霧。 沉思似地說:「無非做了些無聊的事情,等於什麼也沒有做。」 他也問我別後的景況。 我一面告訴他一個大概,一面叫唐官先取杯快來,使他先喝著我的酒,然後再去添二斤,期間還點菜。 我們先前原是毫不客氣的,但此刻卻推讓起來了。 終於說不清哪一樣是誰點的,就從唐官的口頭報告上指定了四樣菜——茴香豆、凍肉、油豆腐、青魚肝。 我一回來就想到我可笑。 他一手擎著煙卷,一隻手扶著酒杯,似笑非笑地向我說:「我在少年時,看見瘋子或影子停在一個地方,給什麼來一下?」。 即刻飛去了,但是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地點,便以為這實在很可笑,也可憐。 可不料現在我自己也飛回來了,不過繞了一點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來了,你不能飛得更遠些嗎? 這難說,大爺也不外乎繞點小圈子吧。 我也似笑非笑地說:「但是你為什麼飛回來的呢?」 也還是為了無聊的事。 他一口喝乾了一杯酒,吸幾口煙,眼睛略為張大了。 無聊的,但是我們就談談吧。 唐官搬上新天的韭菜來,排滿了一桌,樓上又添了煙氣和油豆腐的熱氣,彷彿熱鬧起來了,樓外的雪也越加紛紛地下。 你也许本来知道,"他接着说,"我曾经有一个小兄弟,是三岁上死掉的,就葬在这乡下,我连他的模样都记不清楚了。 但听母亲说,是一个很可爱念的孩子,和我也很相投,至今他提起来还似乎要下泪。 今年春天,一个堂兄就来了一封信,说他的坟边已经渐渐地进了水,不久怕要陷入河里去了,须得赶紧去设法。 母亲一直到舅很着急,几乎几夜睡不着,他又自己能看信的。 然而我能有什么法子呢? 没有钱,没有工夫,当时什么法也没有。 一直挨到现在,趁着年假的闲空,我才得回南给他来签葬,他又喝干一杯酒,看说窗外,说,"这在那边哪里能如此呢? 积雪里会有花,雪地下会不动。 就在前天,我在城里买了一口小棺材。 因为我预料那地下的,应该早已朽烂了,带着棉絮和被褥,雇了四个土工,下乡千藏去。 我当时忽而很高兴,愿意决一回坟,愿意一见我那曾经和我很亲木的小兄弟的骨枝。 这些事,我生平都没有经历过。 倒得坟地,果然,河水只是咬进来,离坟已不到二池远。 可怜的坟,两年没有陪土,也平下去了,我站在雪中,决然地指着他对土工说,"绝开来。 我实在是一个庸人,我这时觉得我的声音有些稀奇,这命令也是一个在我一生中最为伟大的命令。 但土工们却毫不害怪,就动手绝下去了,带到绝着矿穴,我便过去看。 不然,棺木已经快要烂尽了,只剩下一堆木丝和小木片。 我的心颤动,自去拔开这些,很小心的,要看一看我的小兄弟。 然而出乎意外,被褥、衣服、骨骼,什么也没有。 我想,这些都消尽了。 向来听说最难烂的是头发,也许还有吧。 我便扶下去,在该是枕头所在的泥土里,仔仔细细地看,也没有,踪影全无。 我忽而看见他,眼圈为红了,便立即知道是有了酒意。 他总不狠吃菜,单是把酒不停地喝,早喝了一斤多,神情和举动都活泼起来。 渐进于先前所见的吕维甫了。 我叫唐官再添二斤酒,然后回转身,也拿着酒杯,正对面默默地听着。 其实,这本也可以不必再迁。 只要平了土,卖掉棺材,就此完事了的。 我去卖棺材,虽然有些离奇,但只要价钱极便宜,原铺子就需要,至少总可以捞回几文酒钱来。 但我不这样,我仍然铺好被褥,用棉花裹了些他先前身体所在的地方的泥土,包起来,装在新棺材里,运到我父亲埋的坟地上。 在他坟旁埋掉了,因为外面用砖墩,昨天又忙了我大半天,监工。 但这样总算完结了一件事,足够去骗骗我的母亲,视他安心些。 啊……你这样的看我,你怪我何以和仙钱太不相同了吗? 是的,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 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 但我现在就是这样子,浮浮掩掩,模模糊糊。 我有时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见我,怕会不认我做朋友了。 然而,我现在就是这样。 他又掏出一卷烟卷来,咸在嘴里点了火。 看你的神情,你似乎还有些期望我。 我现在自然麻木得多了,但是有些事也还看得出。 这使我很感激,然而也使我很不安。 怕我终于辜负了至今还对我怀着好意的老朋友。 他忽而停住了,吸几口烟,才又慢慢地说。 正在今天,刚在我到这衣食居来之前,也就做了一件无聊事。 然而也是我自己愿意做的。 我先前的东边的邻居叫长富,是一个船户。 他有一个女儿叫阿顺。 你那时到我家里来也许见过的。 但你一定没有留心,因为那时他还小。 后来他也长得并不好看。 不过是平常的瘦瘦的瓜子脸,黄脸皮,独有眼睛非常大,睫毛也很长。 眼白又轻得如夜的晴天。 而且是北方的无风的晴天,这里的就没有那么明镜了。 他很难干。 十多岁没了母亲,招呼两个小弟妹都靠他,又得服侍父亲,事事都周到。 也惊计,家计倒渐渐地稳当起来了。 邻居几乎没有一个不夸奖他,连长富也时常说些感激的话。 这一次我动身回来的时候,我的母亲又记得他了。 老年人记性真长久。 他说,他曾经知道顺姑因为看见谁的头上带着红的简绒花。 自己也想一朵,弄不到,哭了。 哭了小半夜,就挨了他父亲的一顿打,后来眼眶还红肿了两三天。 这种简绒花是外省的东西,S城里尚且买不出,他哪里想得到手呢? 趁我这一次回南的便,便叫我买两朵去送他。 我对于这差事,倒并不以为繁艳,反而很喜欢。 为阿顺,我实在还有些愿意出力的意思的。 前年,我回来接我母亲的时候,有一天,长妇正在家,不知怎的我和她闲谈起来了。 她便要请我吃点心,荞麦粉,并且告诉我所加的是白糖。 你想,家里能有白糖的穿户,可见绝不是一个穷穿户了,所以她也吃得很阔绰。 我被劝不过,答应了,但要求,只要用小碗。 她也很是事故,便嘱咐阿顺说:"他们闻人是不会吃东西的,你就用小碗多加糖。 然而等到调好端来的时候,仍然是我吃一下,是一大碗,足够我吃一天。 但是和长妇吃的一碗比起来,我嫡也缺乎算小碗。 我生平没有吃过荞麦粉,这回一尝,实在不可口,却是非常甜。 我漫然地吃了几口,就想不吃了。 然而无意中,忽然间看见阿顺远远地站在乌角里,就使我立刻消失了放下碗筷的勇气。 我看她的神情是害怕,而且希望。 大约怕自己调得不好,愿我们吃得有味。 我知道如果剩下大半碗来,一定要使她很失望,而且很抱歉。 我于是同时决心,放开红楼灌下去了,几乎吃得和长妇一样快。 我由此才知道硬吃的苦痛。 我只记得还做孩子时候的,吃尽一碗拌着驱除蛔虫药粉的砂糖才有这样难。 然而,我毫不抱怨,因为她过来收拾空碗时候的忍着的得意的笑容,以尽够赔偿我的苦痛而有余了。 所以,我这一夜虽然保障得睡不稳,又做了一大串噩梦,也还是助赞她一生幸福,愿世界为她变好。 然而,这些意思也不过是我的那些旧日的梦的痕迹,即刻就自笑,接着也就忘却了。 我先前并不知道她曾经喂了一朵剪绒花挨打,但因为母亲一说起,便也记得了蕎麦粉的事,意外地勤快起来了。 我先在太原城里搜囚了一遍,都没有,一直到济南。 窗外沙沙的一阵声响,许多积雪从被她压弯了的一只山茶树上滑下去了,树枝笔挺地伸直,更显出乌油油的肥叶和血红的花来。 天空的牵色来得更浓,小鸟雀揪击地叫着,大概黄昏将近,地面又全照了雪,寻不出什么食粮,都赶早回朝来休息了。 一直到了济南。 她向窗外看了一回,转身喝干一杯酒,又吸几口烟,接着说:"我才买到剪绒花。 我也不知道使她挨打的,是不是这一种。 总之是荣作的罢了。 我也不知道她喜欢深色还是浅色,就买了一朵大红的,一朵粉红的,都带到这里来。 就是今天午后,我一吃完饭便去看长妇。 我为此特地耽搁了一天,她的家倒还在。 只是看去很有些晦气色了。 但这恐怕不过是我自己的感觉。 她的儿子和第二个女儿,阿昭,都站在门口,大了。 阿昭长得全部像她姐姐,简直像一个鬼。 但是看见我走向她家,便塞奔地逃进屋里去。 我就问那小子:"知道长妇不在家。 你的大姐呢?" 她立刻瞪起眼睛,连声问我寻她什么事。 而且恶狠狠地似乎就要扑过来咬我。 我支吾着退走了,我现在是呼呼掩掩。 你不知道,我可是比先前更怕去访人了。 因为我已经深知道自己之讨厌,连自己也讨厌,又何必明知故犯地去使人暗暗地不快呢。 然而这回的差事,是不能不办妥的。 所以,想了一想,终于回到就在斜队门的柴殿里。 店主的母亲,老发奶奶,倒也还在,而且也还认识我,居然将我邀进店里坐去了。 我们寒暄几句之后,我就说明了回到S城和寻长妇的缘故。 不料她叹息说:"可惜顺姑没有福气带着简绒花了。 她于是详细地告诉我。 说是啊,大约从去年春天以来,她就见得黄兽。 后来忽而常常下泪了。 问她缘故又不说,有时还整夜地哭。 哭得长妇也忍不住生气,骂她年纪大了发了疯。 可是一道秋初,喜仙不过小伤风,终于躺倒了,从此就起不来。 直到厌弃的前几天,才肯对长妇说:"她早就像她母亲一样,不识地吐红和流夜汗。 但是瞒着,怕她因此要担心。 有一夜,她的伯伯长羹又来应借钱。 这是常有的事。 她不给,长羹就冷笑着说:"你不要娇气,你的男人比我还不如。 她从此就发了愁,又怕羞,不好问,只好哭。 长妇赶紧将她的男人怎样地争气的话说给她听。 哪里还来得及? 况且她也不信,反而说:"好在我已经这样,什么也不要紧了。 她还说:"如果她的男人真比长羹不如,那就真可怕啊。 比不上一个偷鸡贼,那是什么东西呢?" 然而,她来送恋的时候,我是亲眼看见她的。 衣服很干净,人也体面,还眼泪汪汪地说,自己撑了半世小船,苦熬苦省地积起钱来骗了一个女人,偏偏又死掉了,可见她实在是一个好人。 长羹说的全是狂。 只可惜,顺姑竟会相信那样的贼骨头的狂话。 白送了性命。 但这也不能去怪谁,只能怪顺姑自己没有这一份好福气。 那倒也罢,我的事情又完了。 但是带着身边的两朵锦绒花怎么办呢? 好,我就托她送了阿昭。 这阿昭一见我就飞跑,大约将我当作一只狼或是什么。 我实在不愿意去送她,但是我也就送她了。 对母亲只要说,阿顺见了喜欢的了不得就是。 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 只要模模糊糊,模模糊糊地过了新年,仍旧教我的紫月诗云去。 你教的是紫月诗云吗? 我觉得奇异便问。 自然,你还以为教的是ABCD吗? 我先是两个学生,一个读诗经,一个读孟子。 新晋又添了一个女的,读女儿经。 连算学也不教,不是我不教,他们不要教。 我实在料不到你倒去教这类的书。 他们的老子,要他们读这些,我是别人,无呼不可的,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 只要随随便便。 她满脸已经通红,似乎很有些醉。 但眼光却又消沉下去了。 我微微地叹息,一时没有话可说。 楼梯上一阵乱响,涌上几个酒客来。 当头的是矮子,臃肿的圆脸。 第二个是长的,在脸上很惹眼地显出一个红鼻子。 此后还有人。 一叠连地走的小楼都发抖。 我转眼去看着吕维甫,她也正转眼来看我。 我就叫唐官算九账。 你借此还可以支持生活吗? 我一面准备走一面问。 是的,我每月有二十元,也不大能够敷衍。 那么你以后预备怎么办呢? 以后? 我不知道。 你看我们那时预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 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 连后一分……。 唐官送上账来,交给我。 他也不像出道时候的谦虚了,只向我看了一眼,便吸烟,听凭我付了账。 我们一同走出店门。 他所住的旅馆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门口分别了。 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 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 见天色已是黄昏,和乌雨和街道,都支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 第三篇结束 《彷徨》第四篇 这是我为Libivax所做的录音。 Libivax的录音都是属于公众所有的。 如果你想取得更多资讯,或想加入义工行列,请点阅Libivax.org网站。 朗读者 Tina Ding 彷徨 作者鲁迅 第四篇 《孤读者》 一 我和卫廉书相试一场,回想起来倒也别耻。 竟是以宋恋始,以宋恋终。 那时我在S城,就时时听到人们提起他的名字。 都说他很有些古怪,所学的是动物学,却到中学堂去做历史教员。 对人总是爱理不理的,却常喜欢管别人的闲事。 常说家庭应该破坏,一领薪水,却一定立即寄给他的祖母,一日也不拖延。 此外,还有许多零碎的画饼。 总之,在S城里,也算是一个给人当作谈住的人。 有一年的秋天,我在韩世山的一个亲戚家里闲住,他们就姓魏,是莲淑的本家,但他们却更不明白他,仿佛将他当作一个外国人看待,说是同我们都一样的。 这也不足为奇。 中国的新学,虽说已经二十年了,韩世山却连小学也没有。 全山村中,只有莲淑是出外游学的学生,所以从村人看来,他却是一个异类,但也很杜羡,说他挣得许多钱。 到秋末,山村中的历吉流行了,我也自为,就想回到城中去。 那时听说莲淑的祖母就染了病。 因为是老年,所以很沉重。 山中又没有一个医生。 所谓他的家属者,其实就只有一个这祖母,雇一名女工简单地过活。 他又小失了父母,就由这祖母抚养成人的。 听说他先前也曾经吃过许多苦,现在可是安乐了。 但因为他没有家小,家中究竟非常寂寞,这大概也就是大家所谓一样之一端吧。 寒石山离城,是旱到一百里,水到七十里。 砖使人叫莲淑去,往返至少就得四天。 山村纰漏。 这些事便算大家都要打听的大新闻。 第二天便轰传他病逝已经急重,专差也出发了。 可是到四更天却咽了气。 最后的话是:"为什么不肯给我会一会莲淑的呢?" 族长进房他的祖母的母家的亲丁贤人聚集了一屋子。 预计莲淑的到来,应该已是入殓的时候了。 寿财寿衣早已做成,都无需筹划。 他们的第一大问题是在怎样对付这承重孙。 因为溺料他关于一切丧丧仪式,是一定要改变新花样的。 据意之后,大概商定了三大条件,要他必行。 一是穿白,二是跪拜,三是请和尚道士做法事。 总而言之,是全都照旧。 他们既经一妥,便约定在莲淑到家的那一天,一同聚在厅前,排成阵势互相侧应,并立作一回极严厉的谈判。 村人们都咽着唾沫,新奇地听候消息。 他们知道莲淑是吃羊叫的新党,向来就不讲什么道理。 两面的争斗大约总要开始的,或者还会酿成一种出人意外的奇观。 传说莲淑的道家是下午。 一进门,向他祖母的灵前只是弯了一弯腰。 组长们便立刻照预定计划进行,将他叫到大厅上。 先说过一大片冒头,然后引入本题,而且大家此唱彼鹤七嘴八舌,使他得不到辩驳的机会。 但终于话都说完了,沉默充满了全听,人们全数悚然地,紧看着他的嘴。 只见莲淑神色也不动,简单地回答道:"都可以的。 这又很出于他们的意外,大家的心的重担都放下了,但又似乎反加重,觉得太异样,倒很有些可虑似的。 打听新闻的村人们也很失望,口口相传道:"奇怪,他说都可以嘞,我们看去吧。 都可以,就是照旧,本来是无足观了,但他们也还要看。 黄昏之后,便欣欣然聚满了一堂钱。 我也是去看的一个,先送了一份香烛,带道走到他家,一见莲淑再给死者穿衣服了。 原来他是一个短小瘦穴的人,长方脸,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一脸的小半,只见两眼在黑气里发光。 那穿衣也穿得真好,井井有条,仿佛是一个大恋的专家,使旁观者不觉叹服。 韩石山老历,当这些时候,无论如何,母家的亲丁,是总要挑剔的。 她却只是默默地,遇见怎么挑剔便怎么改,神色也不动。 站在我前面的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太太,便发出羡慕感叹的声音。 其次是败,其次是哭。 凡女人们都念念有词,其次入关,其次又是败,又是哭。 直到钉好了棺盖,沉浸了一瞬间,大家忽而扰动了,很有惊异和不满的形式。 但是,我也不由得突然觉到,莲淑就始终没有落过一滴泪,只坐在草剑上,两眼在黑气里闪闪的发光。 大恋便在这惊异和不满的空气里面完毕,大家都样样的,似乎想走散,但莲淑却还坐在草剑上沉思。 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豪,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嚎叫。 惨伤里夹闸着愤怒和悲哀,这模样是老历上所没有的,先前也未曾预防到,大家都手足无措了。 迟疑了一会,就有几个人上前去劝止他,愈去愈多,终于挤成一大堆,但他却只是误作着嚎啕,铁塔似的动也不动。 大家又只得无趣地散开。 他哭着哭着约有半点钟,这才突然停了下来,也不像吊客招呼,镜子往家里走。 接着就有前去窥探的人来报告,他走进他祖母的房里,躺在床上,而且似乎就睡熟了。 隔了两日,是我要动身回城的前一天,便听到村人都遭了魔似地发议论,说莲淑要将所有的器具大半烧给他祖母,余下的便分赠生食四缝,死食送中的女工。 并且连房屋也要无奇地借给他居住了,亲戚本家都说到蛇臂纯交,也终于阻挡不住。 恐怕大半也还是因为好奇心,我归途中经过他家的门口,便又顺便去调位。 他穿了毛边的白衣初见,神色也还是那样,冷冷的。 我很劝慰了一番,他却除了唯唯诺诺之外,只回答了一句话,是——多谢你的好意。 二 我们第三次相见,就在这年的冬初,S城的一个书铺子里,大家同时点了一点头,总算是认识了。 但使我们接近起来的,是在这年底我失了职业之后。 从此,我便常常访问莲淑去。 一则,自然是因为无聊赖。 二则,因为听人说,他倒很亲近诗意的人的。 虽然素性这么冷,但是世事生辰无定,失忆人也不会常识失忆人,所以他也就很少长久的朋友。 这传说果然不虚,我一投名片,他便接见了。 两间连通的客厅,并无什么陈设,不过是桌椅之外,排列些书架。 大家虽说,他是一个可怕的新党,架上却不很有新书。 他已经知道我失了职业,但套话一说就完,主客便只好默默地相对,逐渐沉闷起来。 我只见他很快地吸完一支烟,烟地要稍着手指了,才抛在地面上。 吸烟吧。 他伸手取第二支烟时,忽然说。 我并也取了一支,吸着,讲些关于教书和书籍的,但也还觉得沉闷。 我正想走时,门外一阵喧嚷和脚步声,四个男女孩子闯进来了。 大的八九岁,小的四五岁,手脸和衣服都很脏,而且丑得可以。 但是连书的眼里却即刻发出欢喜的光来了。 连忙站起,向客厅兼闭的房里走,一面说道:"大粮二粮都来,你们昨天要的口琴我已经买来了。 孩子们便跟着一起涌进去。 立刻又个人吹着一个口琴一涌而出。 一出客厅门,不知怎的便打僵起来,有一个哭了。 一人一个都一样的,不要争吓。 他还跟在后面嘱咐。 这么多的一群孩子都是谁呢? 我问。 是房主人的,他们都没有母亲,只有一个祖母。 房东只一个人吗? 是的,他的妻子大概死了三四年吧,没有序取,否则便要不肯将渔屋租给我寺的单身人。 他说着冷冷地微笑了。 我很想问他,何以至今还是单身? 但因为不很熟,终于不好开口。 只要和莲淑一熟识,是很可以谈谈的。 他议论非常多,而且往往颇其境。 使人不耐的,倒是他的有些来客,大得是读过沉沦的吧,时常自命为不幸的青年或是淋雨者。 螃蟹一般懒散,而骄傲地堆在大椅子上,一面唉声叹气,一面皱着眉头吸烟。 还有那房主的孩子们,总是互相争吵,打翻腕叠,硬逃点心,乱得人头昏。 但莲淑一见他们,却再不像平时那样的冷冷的了,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宝贵。 听说有一回,三良发了红斑纱,竟急得他脸上的黑气欲见其黑了。 不料那病是轻的,于是后来便被孩子们的祖母传作笑柄。 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他似乎也觉得我有些不耐烦了。 有一天,特地成绩对我说。 那也不尽然,我只是随便回答他。 不! 大人的坏脾气,在孩子们是没有的。 后来的坏,如你平日所供给的坏,那是环境交坏的,原来却并不坏。 天真! 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 不! 如果孩子中没有坏根苗,大起来怎么会有坏花果? 譬如一粒种子。 正因为内中本含有枝叶花果的胚,长大时才能够发出这些东西来。 何尝是无端? 我因为闲着无事,便也如大人先生们一下也,就要吃素坛禅一样,正在看佛经。 佛理自然是并不懂得的。 但竟也不自检点,一昧任意地说。 然而莲淑气愤了,只看了我一眼,不再开口。 我也猜不出他是无话可说呢,还是不屑辩。 但见他又显出许久不见的冷冷的态度来,默默地连吸了两支烟,待到他再取第三支时,我便只好逃走了。 这仇恨是历了三月之久才消逝的,原因大概是一半因为忘却,一半则他自己竟也被天真的孩子所仇视了。 于是觉得我对于孩子的冒毒的话,倒也情有可原。 但这不过是我的推测,其实是在我的狱里的酒后,他似乎微露悲哀模样,半仰着头道。 想起来,真觉得有些奇怪。 我到你这里来时,街上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拿了一片芦叶指着我道:"傻,他还不很能走路。 这是环境叫坏的。 我即刻很后悔我的话,但他却似乎并不介意,只竭力地喝酒,期间又竭力地吸烟。 我倒忘了,还没有问你。 我便用别的话来吃午。 你是不大访问人的,怎么今天有这兴致来走走呢? 我们相识有一年多了,你到我这里来,却还是第一回。 我正要告诉你呢,你这几天切莫到我狱里来看我了,我的狱里正有很讨厌的一大一小在那里,都不像人。 一大一小? 这是谁呢? 我有些诧异。 是我的堂兄和他的小儿子。 哈哈,儿子正如老子一般。 是上城来看你? 带便玩玩的吧? 不,说是来和我商量,就要将这孩子过计给我的。 啊? 过计给你? 我不禁惊叫了。 你不是还没有娶亲吗? 他们知道我不娶的了。 但这都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其实是要过计给我那一间寒石山的破屋子。 我此外一无所有你是知道的,钱一到手就画完。 只有这一间破屋子。 他们父子的一生的事业,是在逐出那一个借住着的老女工。 她那瓷器的冷窍,实在又使我悚然。 但我还未解她说:"我看你的本家也还不至于此,他们不过思想略旧一点罢了。 譬如,你那年大哭的时候,他们就都热心地围着使劲来劝你。 我父亲死去之后,因为躲我屋子,要在我笔具上画花鸭,我大哭着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热心地围着使劲来劝我。 她两眼向上凝视,仿佛要在空中寻出那时的情景来。 总而言之,关键就全在你没有孩子,你究竟为什么老不结婚的呢? 我忽而寻到了转舵的话,也是久已想问的话,觉得这时是最好的机会了。 她诧异地看着我,过了一会儿,眼光便移到她自己的西科上去了。 于是就吸烟,没有回答。 三。 但是,虽在这一种百无聊赖的禁地中,也还不给莲淑安住。 渐渐地,小报上有匿名人来攻击她,学界上也常有关于她的留言。 可是这已经并非先前似的单是画饼,大概是与她有损的了。 我知道这是她近来喜欢发表文章的结果,倒也并不介意。 S成人最不愿意有人发些没有顾忌的议论。 一有,一定要暗暗地来盯她。 这是向来如此的。 莲淑自己也知道。 但到春天,忽然听说她已被校长辞退了。 这却使我觉得有些误途。 其实,这也是向来如此的。 不过因为我希望着自己认识的人能够幸免,所以就以为误途罢了。 S成人,倒并非这一回特别饿。 其实我正忙着自己的生计,一面又在接洽本年秋天到山羊去当教员的事,竟没有工夫去访问她。 待到有些鱼匣的时候,离她被辞退那时大约快有三个月了,可是还没有发生访问莲淑的意思。 有一天,我路过大街,偶然在旧书滩前停留,却不禁使我感到震怂。 因为在那里陈列着的一部疾骨阁出印本《史记所隐》,正是莲淑的书。 她喜欢书,但不是藏书家。 这种本子,在她是算作贵重的善本,非万不得已,不肯轻易变卖的。 难道她失业刚才两三月,就一瓶至此吗? 虽然她向来一有钱,即随手散去,没有什么储蓄。 于是我便决意访问莲淑去,顺便在街上买了一瓶烧酒,两包花生米,两个熏鱼头。 她的房门关闭着,叫了两声不见答应。 我疑心她睡着了,更加大声地叫,并且伸手拍房门。 ——出去了吧! 大梁门的祖母,那三角眼的胖女人,从对面的窗口探出她花白的头来,也大声说,不耐烦死的。 ——哪里去了呢? 我问。 ——哪里去了? 谁知道呢? 她能到哪里去呢? 你等着就是,一会儿总会回来的。 我便推开门走进她的客厅去。 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满眼是凄凉和空空洞洞,不但器具所余无几了,连书籍也只剩了在S城绝没有人会要的几本洋装书。 墓中间的圆桌还在,先前曾经常常围绕着忧郁慷慨的青年,怀才不遇的骑士和肮脏吵闹的孩子们的,现在却见得很闲净,只在面上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尘。 我就在桌上放了酒瓶和纸包,拖过一把椅子来,靠桌旁对着房门坐下。 的确不过是一会儿房门一开,一个人瞧瞧的阴影似的进来了,正是连书。 也许是傍晚之故吧,看去仿佛比先前黑,但神情却还是那样。 啊,你在这里? 来得多久了? 他似乎有些欢喜。 并没有多久。 我说,你到哪里去了? 并没有到哪里去,不过随便走走。 他也拖过椅子来,在桌旁坐下。 我们便开始喝烧酒,以免谈些关于他的事业的事。 但他却不愿意多谈这些,他以为这是意料中的事,也是自己时常遇到的事,无足怪,而且无可谈的。 他照例只是一意喝烧酒,并且依然发些关于社会和历史的议论。 不知怎的,我此时看见空空的书架,也记起几股阁出印本的史记索引。 忽而感到一种淡漠的孤寂和悲哀。 你的客厅这么荒凉,近来客人不多了吗? 没有了,他们以为我心境不佳,来也无意味,心境不佳实在是可以给人们不舒服的。 冬天的公园就没有人去。 他连喝两口酒,默默地想着。 突然,杨起脸来看着我问道:"你在图谋的职业也还是毫无把握吧!" 我虽然明知他已经有些酒意,但也不禁愤然,正想发话。 只见他侧耳一听,便抓起一把花生米,出去了。 门外是大梁们笑嚷的声音。 但他一出去,孩子们的声音便急燃,而且似乎都走了。 他还追上去说些话,却不听得有回答。 他也就阴影似地,悄悄地回来,仍将一把花生米放在纸包里。 连我的东西也不要吃了。 他低声嘲笑似地说:"脸书,我很觉得悲凉却强装地微笑说。 我以为你太自询苦恼了,你看得人间太坏。 他冷冷地笑了一笑。 我的话还没完咧,你对于我们偶尔来访问你的我们,也以为因为闲着无事,所以来你这里,将你当作消遣的资料的吧。 并不,但有时也这样想,或者寻些谈资。 那你可错误了。 人们其实并不这样。 你实在亲手造了毒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 你应该将世间看得光明些。 我叹息着说。 也许如此吧。 但是你说,那丝是怎么来的? 自然,世上也尽有这样的人。 譬如我的祖母就是。 我虽然没有分得她的血液,却也许会继承她的孕命。 然而这也没有什么要紧。 我早已预先一起哭过了。 我即刻记起她祖母大恋时候的情景来,如在眼前一样。 我总不解你那时的大哭。 于是,悟途地问了。 我的祖母入恋的时候吧? 是的,你不解的。 她一面点灯,一面冷静地说。 你的和我交往,我想还正因为那时地哭了。 你不知道,这祖母是我父亲的继母,她的生母,她三岁时候就死去了。 她想着,默默地喝酒,吃完了一个熏鱼头。 那些往事我原是不知道的。 只是我从小时候就觉得不可解。 那时我的父亲还在,家境也还好。 正月间一定要悬挂祖像,盛大的供养起来。 看着这许多盛装的画像,在我那时似乎是不可多得的眼福。 但那时,抱着我的一个女工,总指了一副像说:"这是你自己的祖母,拜拜吧,保佑你生龙活虎似的,大的快。 我真不懂得,我明明有着一个祖母,怎么又会有什么自己的祖母来。 可是我爱着自己的祖母,她不比家里的祖母一般老。 她年轻,好看,穿着苗巾的红衣服,戴着猪罐,和我母亲的像差不多。 我看她时,她的眼睛也注视我,而且口角上渐渐增多了效应。 我知道她一定也是极其爱我的。 然而我也爱那家里的。 终日坐在窗下慢慢地做针线的祖母。 虽然无论我怎样高兴地在她面前玩笑,叫她,也不能引她欢笑,常使我觉得冷冷的,和别人的祖母们有些不同。 但我还爱她,可是到后来我逐渐疏远她了。 这也并非因为年纪大了,已经知道她不是我父亲的生母的缘故。 倒是看久了中日中年的做针线,机器似的,自然免不了要发烦。 但她却还是先前一样,做针线,管理我,也爱护我。 虽然少见笑容,却也不加呵斥。 直到我父亲去世还是这样。 后来呢,我们几乎全靠她做针线过活了。 自然更这样,直到我进学堂。 灯火消沉下去了,煤油已经将合。 她便站起,从书架下摸出一个小小的洋铁壶,来贴煤油。 只这一月里,煤油已经涨价两次了。 她选好了灯头,慢慢地说,"生活要日渐其困难起来。 她后来还是这样。 直到我毕业有了事做,生活比先前安定些。 恐怕还直到她生病,实在打熬不住了。 只得躺下的时候吧。 她的晚年据我想,是总算不很辛苦的,享受也不小了。 正无需我来下泪。 况且,哭的人不是多着吗? 连先前竭力欺凌她的人们也哭,至少是脸上很灿然。 哈哈! 可是我那时不知怎的将她的一生缩在眼前了,亲手造成孤独,又放在嘴里去咀嚼的人的一生。 而且觉得这样的人还很多嘞。 这些人们就使我要痛哭,但大半也还是因为我那时太过于感情用事。 你现在对于我的意见,就是我先前对于她的意见。 然而我的那时的意见,其实也不对的。 便是我自己,从略知世世起,就的确逐渐和她疏远起来了。 她沉默了,指尖夹着烟卷,低了头,想着。 灯火在微微地发抖。 哼,人要是死后没有一个人为她哭,是不容易的事啊。 她自言自语似的说,略略一停,便扬起脸来向我道:"想来你也无法可想,我也还得赶紧寻点事情做。 你再没有可托的朋友了吗? 我这时正是无法可想,连自己。 那道大概还有几个的,可是他们的境遇都和我差不多。 我辞别连书出门的时候,圆月已经生在中天了,是极静的夜。 四 山羊的教育事业的状况很不佳。 我到校两月,得不到一文薪水,只得连烟卷也节省起来。 但是学校里的人们,虽是月薪十五六元的小职员,也没有一个不是乐天之命的,仗着逐渐打熬成功的铜金铁骨。 面黄接受的从早办公一直到夜。 其间看见名位较高的人物,还得恭恭敬敬地站起,时代都是不必衣食足而知礼节的人民。 我每看见这情状,不知准地,总记起连书临别托付我的话来。 他那时生计更齐不堪了,窘相时时显露,看去似乎已没有往时的深沉。 知道我就要动身,深夜来访,迟疑了许久,才吞吞吐吐地说道:"不知道那边可有法子想,便是抄写。 一月二三十块钱的也可以的。 我……。 我很诧异了,还不料他尽肯这样的迁就,一时说不出话来。 我……我还得活几天。 那边去看一看,一定竭力去设法吧。 这是我当日一口成当的答话。 后来常常自己听见,眼前也同时浮出连书的相貌。 而且吞吞吐吐地说道:"我还得活几天。 到这些时,我便设法向各处推荐一番。 但有什么笑宴呢? 事少人多。 结果是别人给我几句抱歉的话,我就给他几句抱歉的信。 到一学期将完的时候,那情形就更加坏了起来。 那地方的几个绅士所办的学理周报上,竟开始攻击我了。 自然是绝不指明的,但措辞很巧妙,使人一见就觉得我是在挑剔学潮。 连推荐的事,也算是呼捧引泪。 我只好一动不动,除上课之外,并关起门来躲着。 有时连烟卷的烟钻出窗戏去,也怕犯了挑剔学潮的嫌疑。 连书的事,自然更是无从说起了。 这样的一直到深冬。 下了一天雪,到夜还没有止。 屋外一切尽急。 尽到要听出静的声音来。 我在小小的灯火光中,闭目枯作。 如见雪花片片飘坠,来增补这一望无际的雪堆。 故乡也准备过年了。 人们忙得很,我自己还是一个儿童,在后院的平坦处,和一伙小朋友素雪罗汉。 雪罗汉的眼睛是用两块小碳牵出来的。 颜色很黑。 这一闪动,便变了莲淑的眼睛。 我还得活几天。 仍是这样的声音。 为什么呢? 我无端地这样问。 立刻连自己也觉得可笑了。 这可笑的问题使我清醒。 坐直了身子,点起一只烟卷来,推窗一望,雪果然下得更大了。 听着有人叩门。 不一会儿,一个人走进来,但是听熟的客欲杂役的脚步。 他推开我的房门,交给我一封六寸多长的信,自己很潦草。 然而一瞥便认出,未兼两个字,是连书寄来的。 这是从我离开S城以后他给我的第一封信。 我知道他疏懒。 本不已秒无消息为奇,但有时也颇怨他不给一点消息。 待到接了这信,可又无端地觉得奇怪了。 帮忙拆开来,里面也用了一样潦草的字体,写着这样的话。 顺飞。 我称你什么呢? 我空着。 你自己愿意称什么,你自己添上去吧,我都可以的。 别后共得三信,没有付。 这原因很简单,我连买邮票的钱也没有。 你或者愿意知道些我的消息,现在简直告诉你吧,我失败了。 先前我自以为是失败者,现在知道那并不,现在才真是失败者了。 先前,还有人愿意我活几天。 我自己也还想活几天的时候,活不下去。 现在,大可以无需了,然而要活下去。 然而就活下去吗? 愿意我活几天的,自己就活不下去。 这人已被敌人诱杀了。 谁杀的呢? 谁也不知道。 人生的变化,多么迅速啊! 这半年来,我几乎求起了。 实际,也可以算得已经求起。 然而,我还有所为。 我愿意为此求起,为此动呐,为此寂寞,为此辛苦。 但,灭亡是不愿意的。 你看,有一个愿意我活几天的,那力量就这么大。 然而现在是没有了,连这一个也没有了。 同时,我自己也觉得不配活下去。 别人呢? 也不配的。 同时,我自己又觉得偏要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 好在,愿意我好好的活下去的,已经没有了,再没有谁痛心。 使这样的人痛心,我是不愿意的。 然而现在是没有了。 连这一个也没有了。 坏活极了,舒服极了。 我已经攻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 巨斥我先前所重养,所主张的一切了。 我已经真的失败。 然而,我胜利了。 你以为我发了疯吗? 你以为我成了英雄或伟人了吗? 不,不得。 这事情很简单。 我近来已经做了杜师长的顾问,每月的薪水就有限阳八十元了。 沈飞,你将以我为什么东西呢? 你自己定就是。 我都可以的。 你大约还记得我旧时的客厅吧? 我们在城中初见和将别时候的客厅。 现在我还用着这客厅。 这里有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送羊,新的钻营,新的磕头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新的冷眼和恶心,新的失眠和吐血。 你前信说你教书很不如意。 你愿意也做顾问吗? 可以告诉我,我给你办。 其实,是做门房也布房,一样的有新的宾客和新的馈赠,新的送羊。 我这里下大雪了。 你那里怎样? 现在已是深夜。 吐了两口血,使我清醒起来。 记得你竟从秋天以来陆续给了我三封信。 这是怎样的,可以惊异的事哈? 我必须寄给你一点消息,你或者不至于倒抽一口冷气吧。 此后,我大约不再写信的了。 我这习惯是你早已知道的。 何时回来呢? 躺早,当能相见。 但我想,我们大概究竟不是一路的。 那么,请你忘记我吧。 我从我的真心感谢你先前,常替我筹划生计。 但是,现在忘记我吧。 我现在已好了。 连书,十二月十四日。 这虽然并不使我倒抽一口冷气。 但曹操一看之后,又细看了一遍。 却总有些不舒服。 而同时,可又夹杂些快意和高兴。 又想,她的生计总算已经不成问题。 我的担子也可以放下了。 虽然,在我这一面,始终不过是无法可想。 忽而又想写一封信回答她。 但又觉得没有话说。 于是,这意思也立即消失了。 我的确渐渐地在忘却她。 在我的记忆中,她的面貌也不再时常出现。 但得信之后不到十天。 S城的学礼七日报社,忽然接续着邮寄他们的学礼七日报来了。 我是不大看这些东西的。 不过既经既到,也就随手翻翻。 这却使我记起连书来,因为里面常有关于他的诗文,如雪叶叶连书先生。 连书顾问高齋雅吉等等。 有一回,《学礼闲谈》里,还津津地叙述他先前所被传为笑柄的事,称作译文。 言外大有且夫非常之人,必能行非常之事的意思。 不知怎的,虽然因此记起,但他的面貌却总是逐渐模糊。 然而又似乎和我日加密切起来。 往往无端,感到一种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的不安和极轻微的政战。 幸而到了秋季,这《学礼七日报》就不寄来了。 山羊的《学礼周刊》上,却又按旗登起一篇长论文《流言及事实论》。 里面还说,关于某军门的流言,已在公正式身间盛传了。 这是专指几个人的。 有我在内,我只好极小心。 照例连七烟卷的烟也紧防飞散。 小心是一种忙的苦痛。 因此会百事俱沸,自然也无暇记得连书。 总之,我其实已经将它忘却了。 但我也终于敷衍不到暑假,五月底便离开了山羊。 五。 从山羊到历城,又到太古。 一总转了大半年,终于寻不出什么事情做,我便又绝迹回S城去了。 到时,是春初的下午,天气寓雨不雨,一切都照在灰色中。 旧狱里还有空房,仍然住下。 在道上,就想起连书的了。 道后,便决定晚饭后去看它。 我提着两包文喜名产的竹饼,走了许多潮湿的路,让道给许多拦路高卧的狗,这才总算到了连书的门前。 里面仿佛特别明亮似的。 我想,一座顾问,连玉里也格外光亮起来了。 不觉在暗中一笑。 但仰面一看,门旁却白白的,分明贴着一张斜脚纸。 我又想,大梁门的祖母死了吧。 同时也跨进门,一直向里面走。 围光所照的院子里,放着一具棺材,旁边站一个穿军衣的兵,或是马鞭。 还有一个和他谈话的,看时却是大梁的祖母,另外还闲站着几个短衣的粗人。 我的心即刻跳起来了。 他也转过脸来,凝视我。 哎呀! 您回来了! 何不早几天! 他忽然大叫起来。 谁? 谁没有了? 我其实是已经大概知道的了,但还是问。 卫大人,前天没有的。 我四顾,客厅里暗沉沉的,大约只有一盏灯,正屋里却挂着白的校围,几个孩子聚在屋外,就是大梁二梁们。 他停在那里。 大梁的祖母走向前,指着说:"卫大人恭喜之后,我把正屋也租给他了,他现在就停在那里。 校围上没有别的,前面是一张条桌,一张方桌。 方桌上摆着十来碗饭菜。 我刚跨进门,当面忽然献出两个穿白长衫的来拦住了。 瞪了死于似的眼睛,从中发出惊疑的光来,盯住了我的脸。 我慌忙说明我和莲淑的关系。 大梁的祖母也来从旁证实,他们的手和眼光这才逐渐迟缓下去,默许我进前去鞠躬。 我一鞠躬,地下忽然有人呜呜地哭起来了。 定神看时,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扶在草剑上,也是白衣服,头发剪得很光的头上,还落着一大柳筑麻丝。 我和他们寒暄后,知道一个是莲淑的从堂兄弟,要算最亲的了,一个是远房侄子。 我请求看一看故人,他们却竭力拦阻,说是不敢当的,然而终于被我说服了,将校围揭起。 这回我会见了死的莲淑。 但是奇怪,她虽然穿一套皱的短衫裤,大巾上还有血迹,脸上也瘦削得不堪。 然而面目却还是先前那样的面目,宁静着闭着嘴,合着眼,睡着似的,几乎要使我伸手,到她鼻子前面,去试探她可是其实还在呼吸着。 一切是死一般静,死的人和活的人。 我退开了。 他的从堂兄弟却又来周旋,说社弟正在年复立强,虔诚无限的时候,竟揍耳作鼓了。 这不但是衰踪不幸,也太使朋友伤心,言外颇有替莲淑道歉之意。 这样的能说,在山乡中人是少有的,但此后也就沉默了。 一切是死一般静,死的人和活的人。 我觉得很无聊,怎样的悲哀倒没有,便退到院子里,和大梁门的祖母闲谈起来。 知道入殓的时候是临近了。 只待兽医送到,定棺材钉时,子五毛友四生肖是必须躲避的。 他谈得高兴了,说话滔滔的全流似的涌出,说到他的病状,说到他生时的情景,也带些关于他的批评。 你可知道魏大人自从交运之后,人就和先前两样了,脸也抬高起来,气昂昂的,对人也不再先前那么愚。 你知道,他先前不是像一个哑子,见我是叫老太太的吗? 后来就叫老家伙。 哎,真是有趣。 人送他先居树,他自己是不吃的,就摔在院子里。 就是这地方。 叫道:"老家伙你去吃吧。 他交运之后,人来人往,我把正屋也让给他住了,自己便搬在这乡房里。 他也真是一走红运,就与众不同,我们就常常这样说笑。 要是你早来一个月,还赶得上看这里的热闹。 三日两头的猜拳行令,说的说,笑的笑,唱的唱,做诗的做诗,打牌的打牌。 他先前怕孩子们比孩子们见老子害怕,总是低声下气的。 近来,可以两样了,能说能闹,我们的大梁们也很喜欢和他玩。 一有空,便都到他的屋里去。 他也用种种方法逗着玩。 要他买东西,他就要孩子装一声狗叫,或者磕一个响头。 哈哈,真是过得热闹。 前两月,二梁要他买鞋,还磕了三个响头嘞。 那,现在还穿着,没有破呢。 一个穿白长衫的人出来了,他就住了口。 我打听莲淑的病症,他却不大清楚,只说大约是早已瘦了下去的吧。 可是谁也没理会,因为他总是高高兴兴的。 到一个多月前,这才听到他吐过几回血,但似乎也没有看医生。 后来,躺倒了,死去的前三天,就哑了喉咙说不出一句话。 十三大人从寒石山路远迢迢迢地上城来,问他可有存款。 他一声也不响。 十三大人疑心他装出来的。 也有人说,有些生劳病死的人,是要说不出话来的,谁知道呢。 可是魏大人的脾气也太古怪。 他忽然低声说。 他就不肯积蓄一点,水似的花钱。 十三大人还疑心我们得了什么好处,有什么屁好处呢? 他就冤里冤往糊里糊涂地划掉了。 譬如买东西,今天买进,明天又卖出,弄破,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待到死了下来,什么也没有,都糟掉了。 要不然,今天也不至于这样的冷静。 他就是胡闹,不想办一点正经事。 我是想到过的,也劝过他。 这么年纪了,应该成家。 照现在的样子,结一门清很容易。 如果没有门当户对的,先买几个姨太太也可以,人是总应该像个样子的。 可是他一听到就笑起来说道:"老家伙,你还是总替别人惦记着这儿等事吗? 你看,他近来就服而不识,不把人的好话当好话听。 要是早听了我的话,现在何至于独自冷清清地在阴间摸索,至少也可以听到几声亲人的哭声。 一个电火背了衣服来了,三个亲人便捡出礼衣,走进围后去。 不多久,校围接起了,礼衣已经换好,接着是家外衣。 这很出我意外,一条土黄的军裤穿上了,牵着很宽的红条,其次穿上去的是军衣,金闪闪的尖章,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级,哪里来的品级。 到入关,是莲淑很不妥贴地躺着,脚边放一双黄皮鞋,腰边放一柄纸糊的指挥刀。 古兽如柴的灰黑的脸庞,是一顶金边的军帽。 三个亲人扶着官员哭了一场,只哭是泪。 头上落麻线的孩子退出去了,三两也必去,大约都是属子五毛友之一的。 粗人打开棺盖来,我走进去最后看一看永别的脸书。 他在不妥贴的衣罐中,安静着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 敲钉的声音一响,哭声也同时病出来。 这哭声使我不能听完,只好退到院子里。 顺脚一走,不觉出了大门了。 潮湿的路极其分岭,仰看太空,浓云已经散去,挂着一轮圆月,散出冷静的光辉。 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 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 隐约像是长蚝,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嚎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第四篇结束 彷徨徨第五篇 这是我为LibriVox所做的录音。 LibriVox的录音都是属于公众所有的。 如果你想取得更多资讯,或想加入义工行列,请点阅LibriVox.org 网站。 朗读者Tina Ding 彷徨 作者鲁迅 第五篇 世仲 首善之躯的西城的一条马路上,这时候什么饶嚷也没有。 火焰焰的太阳虽然还未执照,但路上的沙土仿佛已是闪烁的声光,酷热满和在空气里面,到处发挥着剩下的威力。 许多狗都拖出舌头来,连路上的乌老鸭也张着嘴喘气。 但是,自然也有例外的,远处隐隐有两个铜盏相及的声音,使人一起酸梅汤,一吸感到凉意。 可是那懒懒的单调的金属音的尖坐,却使那寂静更齐深远了。 只有脚步声,车伏默默地前奔,似乎想赶紧逃出头上的烈日。 热的包子嘞,刚出替的。 十一二岁的胖孩子,细着眼睛,歪了嘴,在路旁的店门前叫喊。 声音已经厮煞了,还带些睡意,如给夏天的长日催眠。 他旁边的破旧桌子上,就有二三十个馒头包子,毫无热气,冷冷地坐着。 哈! 馒头包子嘞,热的! 像用力直在墙上而反驳过来的皮球一般,他忽然飞在马路的那边了。 在垫竿旁,和他对面正向着马路,其实也站定了两个人。 一个是蛋黄制服的挂刀的面黄鸡兽的巡警,手里牵着绳头,绳的那头就拴在别一个穿蓝布大衫,上照白背心的男人的臂膊上。 这男人戴一顶新草帽,帽颜四面下垂,遮住了眼睛的一袋。 但胖孩子身体矮,仰起脸来看时,却正撞见这人的眼睛了,那眼睛也似乎正在看他的脑壳。 他连忙顺下眼,去看白背心,只见背心上一行一行地写着些大大小小的什么字。 刹时间也就围满了大半圈的看客,待到增加了秃头的老头子之后,空缺已经不多,而立刻又被一个赤膊的红鼻子胖大汉补满了。 这胖子过于横阔,占了两人的地位,所以续道的,便只能驱在第二层,从前面的两个脖子之间伸进脑袋去。 秃头站在白背心的略略正对面,弯了腰,去研究背心上的文字,终于读起来。 嗡,都,哼,巴,儿。 胖孩子却看见那白背心正研究着这发亮的秃头,他也便跟着去研究,就只见满头光油油的,耳朵左近还有一片灰白色的头发,此外也不见得有怎样新奇,但是后面的一个抱着孩子的老妈子却想乘机挤进来了。 秃头怕失了位置,赶忙站直,文字虽然还未读完,然而无可奈何,只得另看白背心的脸。 草帽眼下,半个鼻子一张嘴,尖下巴,又像用了力直在墙上而反拨过来的皮球一般,一个小学生飞奔上来,一手按住了自己头上的雪白的小布帽,向人从中直钻进去。 但他钻到第三,也许是第四层,竟遇见一件不可动摇的伟大的东西了。 抬头看时,蓝裤腰上面有一座赤条条的很阔的背脊,背脊上还有汗正在流下来,他知道无可措手,只得顺着裤腰又行。 幸而在尽头发现了一条空处,透着光明,他刚刚低头要钻的时候,只听得一声,"什么?" 那裤腰以下的屁股向右一歪,空处立刻闭塞,光明也同时不见了。 但不多久,小学生却从寻醒的刀旁边钻出来了。 他诧异地四顾,外面围着一圈人,上手是穿白背心的,那对面是一个赤膊的胖小孩,胖小孩后面是一个赤膊的红鼻子胖大汉。 他这时隐约悟出先前的伟大的障碍物的本体了,便惊奇而且佩服似地指望着红鼻子。 胖小孩本是注视着小学生的脸的,于是也不禁依了他的眼光,回转头去了。 在那里是一个很胖的奶子,奶头四尽有几只很长的毫毛。 他犯了什么事了? 大家都愕然看似是一个工人似的粗人,正在低声下气地请教那秃头老头子。 秃头不作声,单时睁起了眼睛看定他。 他被看得顺下眼光去,过一会儿再看时,秃头还是睁起了眼睛看定他,而且别的人也似乎都睁了眼睛看定他。 他于是仿佛自己就犯了罪似的局促起来,终至于慢慢退后,溜出去了。 一个夹阳伞的长子就来补了缺,秃头也旋转脸去再看白背心。 长子弯了腰,要从垂下的草帽沿下去赏识白背心的脸,但不知道为什么忽又站直了。 于是他背后的人们又须竭力伸长了脖子,有一个瘦子,竟至于连嘴都张得很大,像一条死鲁鱼。 巡警突然间将脚一提,大家又愕然,赶紧都看他的脚。 然而他又放稳了,于是又看白背心。 长子忽又弯了腰,还要从垂下的草帽沿下去窥测。 但即刻也就立直,请起一只手来拼命骚头皮。 秃头不高兴了,因为他先觉得背后有些不太平,接着耳朵边就有唧唧唧唧的声响。 他双眉一锁,回头看时,紧挨他右边,有一只黑手拿着半个大馒头,正在塞进一个猫脸的人的嘴里去。 他也就不说什么,自去看白背心的新草帽了。 忽然,就有爆雷似的一击,连横阔的胖大汉也不免向前一腔凉。 同时,从他肩膊上伸出一只胖得不向上下的臂膊来,展开五指,拍的一声,正打在胖孩子的脸颊上。 好快活,你妈的。 同时,胖大汉后面就有一个弥勒佛似的更圆的胖脸这么说。 胖孩子也腔凉了四五步,但是没有倒,一手按着脸颊,旋转身,就想从胖大汉的腿旁的空隙间钻出去。 胖大汉赶忙站稳,并且将屁股一歪,塞住了空隙,恨恨地问道:"什么?" 胖小孩就像小鼠子落在补鸡里似的,仓皇了一会儿,忽然向小学生那一面奔去,推开它,冲出去了。 小学生也反身跟出去了。 哼,这孩子! 总有五六个人都这样说。 待到重归平静,胖大汉在看白背心的脸的时候,却见白背心正在仰面看他的胸部。 他慌忙低头,也看自己的胸部时,只见两乳之间的挖下的坑里有一片汗。 他于是用手掌扶去了这些汗。 然而形势似乎总不胜太平了。 抱着小孩的老妈子,因为在骚扰时,四顾,没有留意,头上梳着的喜鹊尾巴似的苏州翘,便碰了站在旁边的车夫的鼻梁。 车夫一推,却正推在孩子上,孩子就扭转身去,向着圈外,嚷着要回去了。 老妈子先也略略一腔梁,但便急站定,旋转孩子来使他正对白背心,一手指点着说道:"啊,看啊,多么好看呢!" 空隙间,乌儿探进一个带硬草帽的学生模样的头来,将一粒瓜子之类似的东西放在嘴里。 下颚向上一颗,咬开,退出去了,这地方就补上了一个满头油汗而黏着灰土的椭圆脸。 夹阳伞的长子也已经生气,斜下了一边的肩膀,皱眉急视着肩后的死鲁鱼。 大约从这么大的大嘴里呼出来的热气,远也不易招架的,而况又在盛夏。 秃头正仰视那垫杆上钉着的红牌上的四个白字,仿佛很觉得有趣。 胖大汉和巡警都斜了眼,研究着老妈子的勾刀般的鞋尖。 好! 什么地方忽有几个人同声喝彩,都知道该有什么事情起来了,一窃头便全数回转去,连巡警和他牵着的犯人也都有些摇动了。 刚出地的包子嘞! 喝啊! 热的! 路对面是胖孩子歪着头,瞌睡似的长呼。 路上是车夫们默默地前奔,似乎想赶紧逃出头上的烈日。 大家都几乎失望了,幸而放出眼光去四处搜索。 终于在相距十多家的路上,发现了一辆洋车停放着,一个车夫正在爬起来。 圆阵立刻散开,都措措落落地走过去。 胖大汉走不到一半,就歇在路边的槐树下,长子比秃头和椭圆脸走得快,接近了。 车上的做客依然坐着,车夫已经完全爬起,但还在磨自己的稀科。 周围有五六个人笑嘻嘻地看他们。 …… 成吗? 车夫要来拉车时,做客便问。 他只点点头,拉了车就走,大家就往往然目送他。 起先还知道那一辆是曾经跌倒的车,后来被别的车一混,支不清了。 马路上就很清闲,由几只狗伸出了舌头喘气。 胖大汉就在怀音下,看那很快的一起一落的狗肚皮。 老妈子抱了孩子,从屋檐音下别过去了。 胖孩子歪着头,挤细了眼睛,拖长声音,瞌睡地叫喊:"热的包子嘞,哈哈,刚出替的。 第五篇结束。 彷徨第六篇 这是我为Librivox所做的录音。 Librivox的录音都是属于公众所有的。 如果你想取得更多资讯,或想加入义工行列,请点阅Librivox.org 网站。 朗读者 Tina Ding 彷徨 彷徨 作者鲁迅 第六篇 高老夫子 这一天,从早晨到午后,她的功夫全废在赵靖。 看中国历史教科书和查袁了凡刚建里,真所谓人生世自忧患史。 顿觉的对于世事很有些不平之意了。 而且,这不平之意,是她从来没有经验过的。 首先,就想到往常的父母实在太不将儿女放在心里。 她还在孩子的时候,最喜欢爬上桑树去偷桑圣吃,但他们全不管。 有一回,竟叠下树来,磕破了头,又不给好好的医治。 至今,左边的梅棱上,还带着一个永不消灭的尖僻形的斑痕。 她现在虽然格外留长头发,左右分开,又斜梳下来,可以勉强遮住了。 但究竟还看见尖僻的尖,也算得一个缺点,万一给女学生发箭,大概是免不了要看不起的。 她放下镜子,怨愤地虚一口气。 其次,是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撰者,竟太不为教员设想。 她的书,虽然和了凡刚健也有些相合,但大段又很不相同,若急若离,令人不知道讲起来应该怎样拉在一处。 但带着她撇着那夹在教科书里的一张纸条,却又怨起中途辞职的历史教员来了,因为那纸条上写的是《从第八章东晋之星亡起》。 如果那人不将三国的事情讲完。 她的预备就绝不至于这么困苦,她最熟悉的就是三国,例如《陶渊三结义》、《孔明借鉴》、《三器周瑜》、《黄中定军山》、《斩夏侯渊》以及其他种种,满肚子都是,一学棋也许讲不完。 到唐朝则有秦琴琴卖马之类,便又较为擅长了,谁料偏偏是东晋。 她又怨愤地虚一口气,再拉过了凡刚进来。 ,"快,你怎么外面看看还不够,又要钻到里面去看了?" 一只手同时从她背后弯过来,一拨她的下巴,但她并不动。 因为从声音和举动上,便知道是暗暗足辟进来的打牌的老朋友黄三。 她虽然是她的老朋友,一礼拜以前还一同打牌、看戏、喝酒、跟女人。 但自从她在《大中日报》上发表了《论中华国民皆有整理国史之义务》这一篇快智人口的名文,接着又得了贤良女学校的聘书之后,就觉得这黄三一无所长,总有些下等相了。 所以她并不回头,板着脸正正经经地回答道,"不要胡说,我正在预备功课。 你不是亲口对老伯说的吗? 你要某一个教员做,去看看女学生。 你不要相信老伯的狗屁。 黄三就在她桌旁坐下,向桌面上一撇,立刻在一面镜子和一堆乱书之间,发现了一个翻开着的大红纸的帖子。 她一把抓来,瞪着眼睛一字一字地看下去。 金敦请儿储高老夫子,为本校历史教员,每周授课四小时,每小时敬送修金大洋三角证。 按时间计算,此曰,贤良女学校校长何万淑珍炼阵锦定。 中华民国十三年,夏立菊月吉旦立。 儿储高老夫子,谁呢,你吗? 你改了名字了吗? 黄三一看完就兴急地问,但高老夫子只是高傲地一笑,他的确改了名字了。 然而黄三只会打牌,到现在还没有留心新学问,新艺术。 他既不知道有一个恶国大文豪,高尔基,又怎么说得通这改名的深远的意义呢? 所以他只是高傲地一笑,并不答复他。 喂喂老干,你不要闹这些无聊的玩意儿了。 黄三放下聘书说:「我们这里有了一个男学堂,风气已经闹得够坏了,他们还要开什么女学堂,将来真不知道要闹成什么样子才罢,你何苦也去闹,犯不上?」 这也不见得,况且何太太一定要请我,辞不掉。 因为黄三毁谤了学校,又看手表上已经两点半,离上课时间只有半点了,所以他有些气愤,又很露出焦躁的神情。 好,这且不谈。 黄三是乖绝的,即刻转帆,说:「我们说正经事吧,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局面。 毛家屯毛子府的大儿子在这里了,来请杨宅先生看坟地去的,手头线带二百番,我们已经约定晚上凑一桌,一个我,一个老波,一个就是你,你一定来吧,万不要误事,我们三个人扫光他。」 老干,高老夫子,沉吟了,但是不开口,你一定来一定,我还得和老波去接下一回,地方还是在我的家里。 那傻小子是初出茅庐,我们准可以扫光他,你将那一副竹纹清楚一点的交给我吧。 高老夫子慢慢地站起来,到床头,取了马匠排盒,交给他,一看手表,两点四十分了。 他想,黄三虽然能干,但明知道我已经做了教员,还来当面毁谤学堂,又打搅别人的预备功课,究竟不应该。 他于是冷淡地说道:"晚上再商量吧,我要上课去了。 他一面说,一面狠狠地向了凡钢剑看了一眼,拿起教科书,装在新皮包里,又很小心地戴上新帽子,便和黄三出了门。 他一出门,就放开脚步,像木匠牵着的钻子似的,肩膀一扇一扇地直走。 不多久,黄三便连他的影子也望不见了。 高老夫子一跑到贤良女学校,即将新印的名片交给一个驼背的老门房,不一呼,就听到一声,"请!" 他于是跟着驼背走,转过两个弯,一到教员预备室了,也算是客厅。 何校长不在校,迎接他的是花白胡子的教务长,大名鼎鼎的万瑶浦,别号玉皇香案立的,亲近正将他自己和女仙赠答的诗《仙谈惆畅》陆续登在《大众日报》上。 哎呀,楚翁,久仰久仰! 万瑶浦连连拱手,并将膝关节和腿关节接连弯了五六弯,仿佛想要蹲下去似的。 哎呀,瑶翁,久仰久仰……楚翁夹着皮包照样地坐,并且说。 他们于是坐下,一个似死非死的笑意,便端上两杯白开水来。 高老夫子看看对面的挂钟,还只两点四十分,和他的手表要差半点。 哎呀,楚翁的大作,是的,那个,是的,那中国国粹义务论,真真耀言不凡,百毒不厌,实在是少年人们的座右鸣,座右鸣,座右鸣。 兄弟也颇喜欢文学,可是玩玩而已,怎么比得上楚翁? 他重新拱一拱手,低声说:"我们的圣德鸡坛天天请仙,兄弟也常常去唱和,楚翁也可以光降光降吧。 那鸡仙就是蕊猪仙子,从他的语气上看来,似乎是一位折降红尘的花神。 他最爱和名人唱和,也很赞成新党,像楚翁这样的学者,他一定大家亲眼的,哈哈哈哈。 但高老夫子却不很能发表什么崇论红意,因为他的预备,东晋之兴亡,本没有十分足,此刻又并不足的几分也有些忘却了。 他烦躁愁苦着,从凡乱的心绪中,又涌出许多断片的思想来。 上堂的姿势应该危严,鹅脚的斑痕总该遮住,教科书要读得慢,看学生要大方。 但同时还模模糊糊听着姚普说着话,刺了一个鼻齐,醉以青鸾上必消,多么超脱! 那郑孝公叩求了五回,这才刺了一首五诀。 红锈缪天合,莫道——为豬仙子说,"楚翁,还是第一回,这就是本校的植物园。 哦哦! 儿楚忽然看见他举手一指,这才从乱头思想中惊觉! 依着指头看去,窗外一小片空地,地上有四五株树,正对面是三间小平房。 这就是讲堂。 姚普并不移动他的手指,但是说,"哦哦,学生是很寻良的,他们除听讲之外,就专心缝纫。 哦哦,儿楚实在多有些窘急了,他希望他不再说话,好给自己聚精会神,赶紧想一想东晋之兴王。 可惜,那中也有几个想学学作诗,那可是不行的。 唯心固然可以,但作诗究竟不是大家闺秀所以,蕊珠仙子也不肯赞成女学,以为姚乱两仪非天草所喜,兄弟还很同他,讨论过几回。 儿楚忽然跳了起来,他听到铃声了,"不不,请坐,那是退班铃。 姚公公是很忙吧,可以不必客气。 不不,不忙不忙,兄弟以为振兴女学是顺应世界的潮流,但亦不得当,即已流于偏,所以天草不喜。 也许不过是防围杜贱的意思。 只要办理得人,不偏不倚,何乎中拥? 亦以国粹为归宿,那是绝无留弊的。 楚翁,你想,可对。 这是蕊珠仙子也以为不无可彩的话。 哈哈哈哈。 笑意又送上两杯白开水来,但是铃声又响了。 姚普便请儿楚喝了两口白开水,这才慢慢地站起来,引导他穿过植物园走进讲堂去。 他心头跳着,鼻挺地站在讲台旁边,只看见半屋子都是蓬蓬松松的头发。 姚普从大金袋里掏出一张信件,展开之后,一面看,一面对学生们说道。 这位就是高老师,高尔楚高老师,是有名的学者,那一篇有名的《论中华国民皆有整理国史之义务》,是谁都知道的。 大中日报上还说过,高老师是奏募恶国文豪,高君尔基之为人,因改自而处,以示景仰之义,私人之初,成无中华文坛之信也。 现在经何校长再三敦请,竟惠然肯来,到这里来教历史了。 高老师忽然觉得很急然,原来姚翁已经不见。 只有自己站在讲台旁边了,他只得跨上讲台去,行了礼,定一定神,又记起了态度应该威严地成算,便慢慢地翻开书本,来开讲《东晋之兴亡》。 嘻嘻,似乎有谁在那里怯笑啊。 高老父子脸上瞪时一热,盲看书本,和他的话并不错,上面印着的的确是《东晋之偏安》。 书脑的对面,也还是半屋子蓬蓬松松的头发,不见有别的动静。 他猜想,这是自己的疑心,其实谁也没有笑,于是又定一定神,看住书本,慢慢地讲下去。 当初是自己的耳朵也听到自己的嘴说些什么的,可是逐渐糊涂起来,竟至于不再知道说什么。 待到发挥时乐之雄图的时候,便只听到痴痴地泄笑的声音了。 他不禁向讲台下一看,情形和原先已经很不同,半屋子都是眼睛,还有许多小巧的等边三角形。 三角形中都生着两个鼻孔,这些连成一气,婉然是流动而深邃的海,闪烁着汪洋地正冲着他的眼光。 但当他瞥见时,却又骤然一闪,变了半屋子蓬蓬松松的头发了。 他也连忙收回眼光,再不敢离开教科书。 不得已时,就抬起眼来看看屋顶,屋顶是白而转黄的阳灰。 中央还起了一道正圆形的棱线,可是这圆圈又生动了,忽然扩大,忽然收小,使他的眼睛有些欢花。 他预料,躺将眼光下移,就不免又要遇见可怕的眼睛和鼻孔联合的海。 只好再回到书本上,这时已经是肥水之战,福建快要害得草木皆兵了。 他总疑心有许多人暗暗地发笑,但还是熬着讲。 明明已经讲了大半天,而铃声还没有响,看手表是不行的,怕学生要小觑。 可是讲了一会儿,又到拓跋式之伯心了。 接着就是六国兴王表,他本以为今天未必讲到,没有预备的。 他自己觉得讲义忽而终止了。 今天是第一天,就是这样吧。 他惶惶了一会儿之后,才断续地说。 里面点一点头,跨下讲台去,也便出了教室的门。 嘻嘻嘻! 他似乎听到背后有许多人笑,又仿佛看见这笑声,就从那深邃的鼻孔的海里出来。 他便枉枉然跨进植物园,向着对面的教员预备室大踏步走。 他大吃一惊,至于连中国历史教科书也失手落在地上了。 因为脑壳上突然遭了什么东西的一击。 他倒退两步,定睛看实。 一只腰斜的树枝横在他面前,已被他的头撞得树叶都围围发抖。 他赶紧弯腰去识书本。 书旁边竖着一块木牌上面写《桑桑科》。 他似乎听到背后有许多人笑,又仿佛看见这笑声就从那深邃的鼻孔的海里出来。 于是也就不好意思去抚摸头上已经疼痛起来的皮肤,只一心跑进教员预备室里去。 那里面两个装着白开水的杯子依然,却不见了似死非死的笑意,姚翁也踪影全无了。 一切都暗淡,只有他的新皮包和新帽子在暗淡中发亮。 看壁上的挂钟,还只有三点四十分。 高老夫子回到自家的房里许久之后,有时全身还纵然一热,又无端地愤怒,终于觉得学堂却也要闹坏风气,不如停闭得好,尤其是女学堂,有什么意思呢? 喜欢虚荣罢了。 嘻嘻。 他还听到隐隐约约的笑声,这使他更加愤怒,也使他辞职的决心更加坚固了。 晚上就写信给何校长,只要说自己换了足疾。 但是,躺来挽留又怎么办呢? 也不去。 女学堂真不知道要闹到什么样子,自己又何苦去和他们为伍呢? 按不上的。 他想,他于是决绝地将了凡钢剑扳开,镜子推在一旁,片书也合上了。 正要坐下,又觉得那片书实在红得可恨,便抓过来,和中国历史教科书一同塞入抽屉里。 一切大概已经打跌停荡,桌上只剩下一面镜子,眼界清净得多了,然而还不舒适,仿佛欠缺了半个魂灵。 但他当即醒悟,戴上红截子的秋帽,竟向黄三的家里去了。 ——来了! 儿处高了,夫子! 老波大声说。 ——狗屁! 他眉头一皱,在老波的头顶上打了一下,说,"交过了吧? 怎么样? 可有几个出色的?" 黄三热心地问,"我没有再教下去的意思。 女学堂真不知道要闹成什么样子。 我背正经人,却乎犯不上降在一起。 毛家的大儿子进来了,胖到像一个汤圆。 哎呀,久痒久痒。 满屋子的手都拱起来,膝关节和腿关节接二连三地曲折,仿佛就要蹲了下去似的。 这一位就是先前说过的高干亭兄。 老波指着高老夫子向毛家的大儿子说,"哦,久痒久痒!" 毛家的大儿子便特别向他连连拱手,并且点头。 这屋子的左边早放好一顶斜摆的方桌,黄三一面招呼客人,一面和一个小丫头布置着座尾和筹码。 不多久,每一个桌角上都点起一只细瘦的羊竹来,他们四人便入座了。 万籁无声,只有打出来的骨牌拍在紫檀桌面上的声音,在初夜的寂静中清澈地作响。 高老夫子的牌风并不坏,但他总还抱着什么不平,他本来是什么都容易忘记的,唯独这一回。 却总以为士风有些可虑,虽然面前的筹码渐渐增加了,也还不很能够使他舒适,使他乐观。 但时宜俗意,士风也终究觉得好了起来,不过其实很晚,已经在打完第二圈,他快要凑成清一色的时候了。 第六篇结束 彷徨第七篇 这是我为LibriVox所做的录音。LibriVox的录音都是属于公众所有的。 如果你想取得更多资讯,或想加入义工行列,请点阅LibriVox.org网站。 朗读者Tina Ding 彷徨 作者鲁迅 第七篇 离婚 啊! 木叔! 青年恭喜! 发财发财! 你好! 八三! 恭喜恭喜! 哎! 恭喜! 艾姑也在这里! 啊! 木公公! 庄木三 摆成一个八字,摆成一个八字。 木公公上城去? 一个谢可怜的问。 不上城。 木公公有些颓唐似的,但因为紫唐色脸上原有许的皱纹,所以倒也看不出什么大变化。 就是到庞庄去走一招。 河船都沉没了,只是看他们。 也还是为了艾姑的事吗? 好一会儿,八三只问了。 还是为他。 这真是烦死我了,已经闹了整三年,打过多少回家,说过多少回合,总是不落局。 这回还是到魏老爷家里去? 还是到他家。 他给他们说合也不止一两回了,我都不依,这倒没有什么。 这回是他家新年会亲,连城里的七大人也在。 七大人? 八三的眼睛睁大了。 他老人家也出来说话了吗? 那是…… 其实呢,去年我们将他们的灶都拆掉了,总算已经出了一口恶气。 况且艾姑回到那边去,其实呢,也没有什么味儿。 他于是顺下眼睛去。 我倒并不贪图回到那边去。 八三哥…… 艾姑愤愤地昂起头,说:"我是赌气。 你想,小畜生偏上了小寡妇,就不要我,事情有这么容易的。 老畜生只知道帮儿子,也不要我,好容易啊。 七大人怎样? 难道和知县大老爷换铁,就不说人话了吗? 他不能向魏老爷撕得不通,只说是——走散好,走散好。 我倒要对他说说我这几年的艰难,且看七大人说谁不错。 八三被说服了,再也开不得口。 只有缠缠的船头积水声,船里很尽急。 装木三伸手去摸烟馆,装上烟。 斜对面挨巴山坐着的一个胖子,便从肚兜里掏出一柄打火刀,打着火线,给他按在烟斗上。 对,对…… 木三点头说。 我们虽是初会,木淑的名字却是早已知道的。 胖子恭敬地说。 是的,这里沿海三六十八村,谁不知道,施家的儿子拼上了寡妇。 我们也早知道,去年木淑带了六位儿子,去拆平了他家的灶,谁不说应该。 你老人家是高门大户都走得近的,脚步开阔,怕他们省的。 您这位阿淑真痛气。 爱姑高兴地说。 我虽然不认识你这位阿淑是谁,我叫汪德贵。 胖子连忙说。 要撇掉我是不行的。 七大人也好,八大人也好,我总要闹得他们加败人亡。 魏老爷不是劝过我四回吗? 连爹也看得陪帖的钱有点头昏也热了。 你这妈的…… 木三低声说。 可是我听说去年年底施家送给魏老爷一桌酒席嘞。 八公公。 谢可脸道。 那不碍事。 庄德贵说。 酒席能塞的人发昏吗? 酒席如果能塞的人发昏,送大菜又怎样? 他们知书是礼的人是专替人家讲公道话的。 譬如,一个人受众人欺悟,他们就出来讲公道话,倒不在乎有没有酒喝。 去年年底我们碧春的龙大爷从北京回来,他见过大场面的,不像我们乡下人一样。 他就说,那边的第一个人物要算光太太,又硬。 …… 汪家会头的客人上岸嘞! 船家大声叫着,船已经要停下来。 有我有我! 胖子立刻一把取了烟管,从中仓一跳,随着前进的船走在岸上了。 对! 对! 他还向船里面的人点头说。 船便在新的进席中继续前进,水声又很听得出了。 潺潺地,八三开始打瞌睡了,渐渐地向对面的勾刀式的脚张开了嘴。 潜舱中的两个老女人也低声哼起佛号来。 她们接着念珠,又都看爱姑,而且护视,弩嘴,点头。 爱姑瞪着眼,看定棚顶,大半正在悬想将来怎样,闹得她们家败人亡,老畜生、小畜生全都走投无路。 卫老爷她是不放在眼里的。 见过两回,不过一个团头团脑的矮子,这种人本村里就很多,无非脸色比她紫黑些。 庄木三的烟早已吸到底,火逼得斗底里的烟油吱吱地叫了还吸着。 她知道一过汪家会头,就到庄庄,而且那村口的魁心阁也确乎已经忘得见。 庄庄她到过许多回,不足道的,以及为老爷。 她还记得女儿的哭回来,她的亲家和女婿的可恶,后来给他们怎样的吃亏。 想到这里,过去的情景,便在眼前展开,一道惩治她亲家这一局,她向来是要冷冷地微笑的。 但这回却不。 不知怎的忽而横耿着一个胖胖的七大人,将她脑里的局面挤得摆不整齐了。 船在继续的寂静中继续前进,独有念佛声却宏大起来。 此外,一切都似乎陪着穆叔和爱姑一同进在沉思里。 ——穆叔,您老上岸吧,庞庄到了。 穆森他们被传家的声音警觉时,面前已是奎心阁了。 他跳上岸,爱姑跟着,经过奎心阁下,向着魏老爷家走。 朝南走过三十家门面,再转一个弯,就到了,早望见门口一裂地驳着四只乌棚船。 他们踏进黑油大门时,便被邀进门房去,大门后已经坐满这两桌船夫和长年。 爱姑不敢看他们,只是溜了一眼,倒也不见有老畜生和小畜生的踪迹。 党工人搬出年糕汤来时,爱姑不由的岳家局促不安起来,连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难道和支县大老爷换铁就不说人话吗? 他想:"这书室里的人是讲公道话的,我要细细地对七大人说一说,从十五岁嫁过去做媳妇的时候起。 他喝完年糕汤,直到时机将到,果然,不一会,他已经跟着一个常年和他父亲经过大厅,又一弯,跨进客厅的门槛去了。 客厅里有许多东西,他不极细看,还有许多客,只见红青段子马卦发闪,在这些中间第一眼就看见一个人。 这一定是七大人了,虽然也是团头团脑,却比魏老爷们魁梧得多。 大的圆脸上长着两条细眼和漆黑的细胡须,头顶是粗的,可是那脑壳和脸都很红润,油光光地发亮。 爱姑很觉得稀奇,但也立刻自己解释明白了,那一定是擦着猪油的。 这就是屁塞,就是古人大练的时候塞在屁股眼里的。 七大人正拿着一条烂石似的东西,说着,又在自己的鼻子旁擦了两擦,接着道:"可惜是心坑,倒也可以买的,致池是汗。 你看,这一点是水银镜!" 水银镜周围即刻聚集了几个头,一个自然是魏老爷,还有几位少爷们,因为被威光压得像扁臭虫了,爱姑先前竟没有见。 他不懂后一段话,无意,而且也不敢去研究什么水银镜,便偷空向四处一看望,只见他后面,紧挨着门旁的墙壁,正站着老畜生和小畜生。 虽然只一撇,但较至半年前偶然看见的时候,分明都见得苍老了。 接着大家,就都从水银镜周围散开。 魏老爷接过屁塞,坐下,用指头磨搓着,转脸向庄木山说话。 ——就是你们两个吗? ——是的。 ——你的儿子一个也没有来? ——他们没有功夫。 ——本来新年正月又何必来劳动你们? 但是,还是只为那件事,我想你们也闹得够了,不是已经有两年多了吗? 我想,冤仇是疑解不疑解的。 爱姑既然丈夫不对,公婆不喜欢,也还是照先前说过那样,走散得好。 我没有这么大面子,说不通。 七大人是最爱讲公道话的,你们也知道。 现在,七大人的意思也这样,和我一样。 可是,七大人说,两面都认点晦气吧。 叫施加再添十块钱。 九十元。 九十元。 你就是打官司打到皇帝伯伯跟前也没有这么便宜。 这话只有我们的七大人肯说。 七大人睁起细眼看着庄木三,点点头。 爱姑觉得事情有些危急了。 她很怪平时沿海的居民,对她都有几分惧怕的自己的父亲,为什么在这里竟说不出话? 她以为这是大可不必的。 她自从听到七大人的一段议论之后,虽不很懂,但不知怎的总觉得她其实是和蔼近人,并不如先前自己所揣想的那样的可怕。 七大人是知书是理定明白的。 她勇敢起来了。 不像我们乡下人,我是有冤无处诉,倒正要找七大人讲讲。 自从我嫁过去,真是低头进低头出,一理不缺。 他们就是专和我作对,一个个都像个气煞中窥。 那年的黄鼠狼咬死了那批大公鸡,哪里是我没有官号吗? 那是那只沙头赖皮狗,偷吃糠拌饭,拱开了鸡厨门,那小畜生不分青红皂白,就假脸一嘴巴。 七大人对她看了一眼。 我知道那是有缘故的,这也逃不出七大人的名剑。 知书是理的人什么都知道。 他就是着了那烂婊子的谜,要赶我出去。 我是三茶六里定来的,花轿抬来的哈,那么容易吗? 我一定要给他们一个颜色看,就是打官司也不要紧,县里不行,还有府里呢? 那些事是七大人都知道的。 魏老爷仰起脸来说:"爱姑,你要是不转头,没有什么便宜的,你就总是这模样。 你看你的爹多少明白,你和你的弟兄都不像他。 打官司打到府里,难道官府就不会问问七大人吗?" 那时候是公事公办,那时……你简直…… 那我就拼出一条命,大家加败人亡。 那倒并不是拼命的事。 七大人这才慢慢地说了。 年纪轻轻,一个人总要和气些,和气生财,对不对? 我一天就是十块,那简直已经是天外道理了。 要不然,公婆说走,就得走,莫说府里,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外洋都这样。 你要不信,他就是刚从北京洋学堂里回来的,自己问他去。 于是转脸向着一个尖下巴的少爷道:"对不对?" 的确,的确。 尖下巴少爷赶忙挺直了身子,毕恭毕敬地低声说。 爱姑觉得自己是完全孤立了。 爹不说话,弟兄不敢来,魏老爷是原本帮他们的。 七大人又不可靠。 连肩下巴少爷也低声下气地像一个扁臭虫,还打顺风锣。 但他在糊里糊涂的脑中,还仿佛决定要做一回最后的奋斗。 怎么连七大人? 他满眼发了惊疑和失望的光。 是的,我知道,我们粗人,什么也不知道。 就怨我爹,连人情世故都不知道。 老发昏了,就专凭他们老畜生小畜生摆布,他们会抱丧似的急急忙忙钻狗洞巴结人。 七大人看看,默默地站在他后面的小畜生,忽然说话了。 他在大人面前还是这样,那在家里是简直闹得六处不安,叫我爹是老畜生,叫我是口口声声小畜生,逃生子。 哪个娘呢,十十万人生的,叫你逃生子。 爱姑回转脸,去大声说,便又向着七大人道:"我还有话,要当大众面前说说了。 他哪里有好声好气啊,开口见胎,闭口娘杀。 自从结识了那婊子,连我的祖宗都入起来了。 七大人,你给我批评批评着……。 他打了一个寒劲,连忙住口,因为他看见七大人忽然两眼向上一翻,圆脸一痒,细长胡子围着的嘴里同时发出一种高大摇曳的声音来了。 ……。 ……。 七大人说。 他觉得心脏一停,接着便突突地乱跳。 似乎大势已去,局面都变了。 仿佛失足掉在水里一般,但又知道这实在是自己错。 立刻进来一个蓝袍子黑背心的男人,对七大人站定,垂手挺腰,像一根木棍。 全客厅里是鸦雀无声。 七大人将嘴一动,但谁也听不清说什么? 然而那男人却已经听到了。 而且这命令的力量仿佛又已钻进了他的骨髓里,将身子牵了两千。 毛骨悚然刺的,一面答应道:"是!" 他倒退了几步,才翻身走出去。 艾姑知道意外的事情就要到来,那事情是万料不到,也防不了的。 他这时才又知道七大人实在威严,先前都是自己的误解,所以太放肆,太粗鲁了。 他非常后悔,不由得自己说:"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吩咐。 全客厅里是鸦雀无声。 他的话虽然微细得如丝,魏老爷却像听到霹雳丝的了,他跳了起来。 对呀,七大人也真公平,艾姑也真明白。 他夸站着,便向庄木三:"老木,那你自然是没有什么说的了,他自己已经答应。 我想,你红绿铁是一定已经带来了的,我通知过你。 那么,大家都拿出来。 艾姑见他爹便伸手到肚兜里去掏东西。 木棍寺的那男人也进来了,将小乌龟模样的一个漆黑的扁的小东西递给七大人。 艾姑怕事情有变故,连忙去看庄木三,见他已经在茶几上打开一个蓝布包裹,取出羊钱来。 其大人也将小木龟头拔下,从那身子里面倒一点东西在真心上,木棍寺的男人便接了那扁东西去。 其大人随即用那一只手的一个指头,站着掌心,向自己的鼻孔里塞了两塞,鼻孔和人中立刻黄焦焦了。 他皱着鼻子,似乎要打喷嚏。 庄木三正在数羊钱,魏老爷从那儿没有数过的一叠里,取出一点来,交还了老畜生,又将两份红绿帖子互换了地方,推给两面,嘴里说道:"你们都收好,老木,你要点青树木啊,这不是好当玩意儿的,银钱是钱。 啊咻地一声响,爱姑明知道是七大人打喷嚏了,但不由地转过眼去看。 只见七大人张着嘴,仍旧在那里皱鼻子,一只手的两个指头却搓着一件东西,就是那古人大恋的时候塞在屁股眼里的,在鼻子旁边摩擦着。 好容易,庄木三点清了羊钱,两方面各将红绿帖子收起。 大家的腰骨都似乎直得多,原先收紧着的脸像也宽屑下来,全客厅顿然见得一团和气了。 好,事情是员工了。 卫老爷看见他们两面都显出告别的神气,便吐一口气,说:"那么,蹦,再没有什么别的了,恭喜大吉,总算解了一个结。 你们要走了吗? 不要走,在我们家里喝了新年喜酒去,这是难得的。 我们不喝了,存着,明年再来喝吧!" 爱姑说。 谢谢卫老爷,我们不喝了,我们还有事情。 庄木三,老畜生和小畜生都说着,恭恭敬敬地退出去。 哦,怎么,不喝一点去吗? 卫老爷还注视着走在最后的爱姑说。 是的,不喝了,谢谢卫老爷。 第七篇结束 彷徨第八篇 这是我为Librivox所做的录音。 Librivox的录音都是属于公众所有的。 如果你想取得更多资讯,或想加入义工行列,请点阅Librivox.org 网站。 朗读者 Tina Ding 彷徨 彷徨 作者鲁迅 第八篇 长明灯 村英的下午,吉光屯唯一的茶馆子里的空气又有些紧张了。 人们的耳朵里,仿佛还留着一种微细沉实的声息,洗掉它吧! 这当然不是全屯的人们都如此。 这屯上的居民是不大出行的。 动一动,就须查黄历,看那上面是否写着不宜出行。 讨没有血,出去也须先走洗神方,迎吉利。 不拘禁忌地坐在茶馆里的不过几个以豁达自居的年轻人,但在折居人的意中却以为个个都是败家子。 现在也无非就是这茶馆里的空气有些紧张。 还是这样吗? 三脚脸地拿起茶碗问。 听说还是这样。 方头说。 还是静说,洗掉它,洗掉它,眼光也越加发闪了。 见鬼,这是我们屯上的一个大害,你不要看得为戏,我们倒应该想个法子来除掉它。 除掉它? 算什么一回事,它不过是一个什么东西? 造妙的时候,它的祖宗就捐过钱,现在它却要来吹袭长明灯,这不是不孝子孙? 我们上县去,送它忤逆。 阔廷捏了拳头,在桌上一急,慷慨地说。 一只斜盖子的茶碗盖子也一低声翻了身。 不成,要送忤逆虚是它的父母,母舅。 方头说。 可惜它只有一个伯父。 阔廷立刻退堂了。 阔廷! 方头突然叫道,你昨天的排风可好。 阔廷睁着眼看了它一会,没有便答。 胖脸的庄七光已经放开喉咙嚷起来了。 吹袭了灯,我们的极光臀还成什么极光臀,不就完了吗? 老年人不都说嘛,这灯还是梁武帝点起的,一直传下来没有袭过,连长毛造反的时候也没有袭过。 你看,那火光不是绿盈盈的吗? 外路人经过这里的都要看一看都称赞。 咯! 多么好! 它现在这么胡闹,什么意思? 他不是发了疯吗? 你还没有知道? 方头带些藐视地神气说。 哈! 你聪明! 庄七光的脸上就走了油,我想还不如用老法子骗他一骗。 灰无神,本店的主人兼工人,本来是旁听着的,看见形势有些离了他专注的本题了,便赶忙来岔开纷争,拉到正经时上去。 什么老法子? 庄七光诧异地问。 他不是先就发过一回疯吗? 和现在一模一样,那时他的父亲还在,骗了他一骗就治好了。 怎么骗,我怎么不知道? 庄七光更其诧异地问。 你怎么会知道? 那时你们都还是小把戏呢? 单知道喝奶拉屎,便是我那时也不这样。 你看我那时的一双手啊,真是粉嫩粉嫩。 你现在也还是粉嫩粉嫩。 方头说。 放你妈的屁! 灰无神怒目地笑了起来。 莫胡说啦! 我们讲正经话。 他那时也还年轻嘞,他的老子也就有些疯的。 听说有一天他的祖父带他进社庙去,叫他拜社老爷。 温将军,王陵官老爷,他就害怕了,硬不败。 跑了出来,从此便有些怪。 后来就像现在一样,一介人总和他们商量吹习正殿上的长明灯。 他说习了,便再不会有黄虫和病痛,真是像一件天大的正式似的。 大约那是邪碎附了体,怕见正路神道了。 要是我们,会怕见世老爷吗? 你们的茶不冷了吗? 兑一点热水吧。 好。 他后来就自己闯进去要去吹。 他的老子又太疼爱他,不肯将他锁起来。 哼! 后来不是全臀动了公粪,和他老子去吵闹了吗? 可是,没有办法,幸亏我家的死鬼那时还在,给想了一个法,将长明灯用后棉被一围,气气黑黑地领他去看,说是已经吹息了。 哎,这真亏他想得出。 三脚脸吐一口气说,不胜敢扶着致似的。 费什么这样的手脚? 阔亭愤愤地说,这样的东西打死了就完了,哼! 那怎么行? 他痴心地看着他,连忙咬手道,那怎么行? 他的祖父不是捏过硬把子着的吗? 阔亭们立刻面面相去,觉得除了死鬼的妙法以外,也为时无法可想了。 后来就好了的。 他又用手背抹去一些嘴角上的摆目,更快地说。 后来全好了的! 他从此也就不再走进庙门去,也不再提起什么来。 许多年,不知道怎么这回看了赛会之后不多几天,又疯了起来了。 哦! 同先前一模一样,午后他就走过这里,一定又上庙里去了。 你们和四爷商量商量去,还是再骗他一骗好。 那灯不是梁武帝点起来的吗? 不是说那灯一面,这里就要变海,我们就都要变泥丘吗? 你们快去和四爷商量商量吧,要不……。 我们还是先到庙前去看一看。 方头说着,便宣昂地出了门。 阔亭和庄七光也跟着出去了。 三脚脸走的最后,将到门口,回过头来说道:"这回就记了我的账,入他。 灰武神,答应着,走到东墙下,拾起一块木炭来,就在墙上画有一个小三角形,和一串短短的细线的下面,画添了两条线。 他们望见社庙的时候,果然一并看到了几个人,一个正是他,两个是闲看的,三个是孩子,但庙门却紧紧地关着。 好,庙门还关着。 破亭高兴地说。 他们一走近,孩子们似乎也都胆壮,围进去了,本来对了庙门立着的他,也转过脸来对他们看。 他也还如平常一样,黄的方脸,和蓝布破大衫,只在浓眉底下的大而且长的眼睛中,略带些异样的光闪,看人就许多功夫不眨眼,并且总含着悲愤一去的神情。 短的头发上黏着两片稻草叶,那该是孩子暗暗地从背后给他放上去的。 因为他们向他头上一看之后,就都缩了颈子,笑着将舌头很快地一伸。 他们站定了,个人都互看着别个的脸。 你干什么? 但三角脸终于走上一步,结问了。 我叫老黑开门。 他低声温和地说:"就因为那一盏灯,必须吹袭。 你看,三头六臂的蓝脸,三只眼睛,长帽,半个的头,牛头和猪牙齿,都应该吹袭。 吹袭,吹袭,我们就不会有蝗虫,不会有猪嘴温。 嘿嘿,胡闹。 关婷轻蔑地笑了出来。 你吹袭了灯,蝗虫会还要多,你就要生猪嘴温。 嘻嘻。 庄气光也陪着笑,一个赤膊孩子请起他玩弄着的尾子,对他瞄准着,将樱桃似的小口一张,道:"啊,你还是回去吧,躺步,你的伯伯会打断你的骨头。 蹬嘛,我替你吹,你过几天来看就知道。 啊!" 阔婷大声说。 他两眼更发出闪闪的光来,定一般看定阔婷的眼,使阔婷的眼光赶紧屁易了。 你吹。 他嘲笑似的微笑,但接着就坚定地说,"不能,不要你们,我自己去席,此刻去席。 阔婷便立刻颓唐地酒醒之后撕得不力,方头却已站上去了,慢慢地说道,"你是一向懂事的,这一回可是太糊涂了。 让我来开导你吧。 你也许能够明白,就是吹熄了灯,那些东西不是还在吗? 不要这么傻头傻脑了,还是回去,睡觉去。 我知道嘛,齐了也还在。 他忽悠现出音质的笑容,但是立即收敛了,诚实地说道,"然而我只能姑且这么办,我先来这么办容易些。 我就要吹熄它,自己熄。 他说着,一面就转过身去竭力地推庙门。 喂!" 阔婷生气了,"你不是这里的人吗? 你一定要我们大家变泥丘吗?" 回去,你吹不开的,你没有法子开的,吹不熄的,还是回去好。 我不回去,我要吹熄它。 不成,你没法开,你没法开。 那么就用别的法子来。 他转脸向他们一瞥,沉静地说,"哼,看你有什么别的法? 看你有什么别的法?" 我放火。 什么?" 阔婷疑心自己没有听清楚。 我放火。 沉默,向一声轻轻,摇曳着尾声。 周围的火雾都在其中凝结了。 但不一会儿,就有几个人交头接耳,不一会儿又都退了开去,两三人又在略远的地方站住了。 庙后门的墙外,就有庄七光的声音喊道,"老黑呀,不对了! 你庙门要关得紧! 老黑呀! 你听听了吗? 关得紧! 我们去想了法子就来!" 但他似乎并不留心别的是,只闪烁着狂热的眼光在地上、在空中、在人身上迅速地搜查,仿佛想要寻活种。 方头和阔亭在几家的大门里穿梭一般出入了一通之后,激光屯全局顿然扰动了,许多人们的耳朵里,心里都有了一个可怕的声音——放火! 但自然还有多少更深的折居人的耳朵里,心里是全没有。 然而全屯的空气也就紧张起来,凡有感的这紧张的人们都很不安,仿佛自己就要变成泥丘,天下从此毁灭。 他们自然也隐约知道毁灭的不过是激光屯,但也觉得激光屯似乎就是天下。 这事件的中书,不久就凑在四爷的客厅上了。 坐在手座上的是年高得少的郭老娃,脸上已经皱得如风干的香橙,还要用手捋着下海上的白胡须,似乎想将它们拔下。 上半天,他放松了胡子,慢慢地说:"膝头,老父的中风,他的儿子就说是因为赦神不安之骨。 这样一来,将来万一有什么鸡犬不宁的事,就难免要到府上,是的,都要来到府上麻烦哦。 是吗?" 四爷也捋着上唇的花白的黏鱼须,却悠悠然,仿佛全不在意模样说:"这也是他父亲的报应啊,他自己在世的时候,不就是不相信菩萨吗? 我那时就和他不和,可是一点也奈何他不得。 现在,叫我还有什么法?" 我想,只有一个,是的,有一个,明天捆上城去,给他在那个,那个城隍庙里割一言。 是的,割一言,赶一赶,斜碎。 阔亭和方头以守护全屯的牢机,不但第一次走进这一个不亦瞻仰的客厅,并且还坐在老娃之下和四爷之上,而且还有茶喝。 他们跟着老娃进来,报告之后就只是喝茶,喝干之后也不开口。 但此时,阔亭忽然发表意见了。 这办法太慢,他们两个还管着呢,最要紧的是马上怎么办,如果真是烧僵起来……。 郭老娃吓了一跳,下巴有些发抖。 如果真是烧僵起来……。 方头抢着说,"那么……。 阔亭大声道,"这糟了!" 一个黄头发的女孩子又来冲上茶,阔亭便不再说话,立即拿起茶来喝,浑身一抖,放下了,伸出舌尖来舔了一舔上嘴唇,揭去碗盖,吁吁地吹着。 真是拖累傻人。 四爷将手在桌上轻轻一拍。 这种子孙,真该死啊,唉……。 的确,该死的……。 阔亭抬起头来了。 去年,连个庄就打死一个,这种子孙,大家一口咬定,说是同时同刻,大家一起动手,分不住打地一下的是谁,后来什么事也没有……。 那又是一回事。 方头说,"这回他们管着呢,我们得赶紧想法子。 我想……。 老娃和四爷都肃然地看着他的脸。 我想,倒不如姑且将他关起来。 那倒也是一个妥当的办法。 四爷微微地点一点头。 ……。 妥当! 阔亭说。 那倒却是一个妥当的办法。 老娃说,"我们现在就将他拖到府上来。 府上就赶快收拾出一间屋子来,还准备着锁。 屋子……。 四爷仰了脸,想了一会儿说,"射间可是没有这样的闲防。 他也说不定什么时候才会好。 ……。 就用他自己的……。 老娃说,"我家的六顺……。 四爷忽然严肃,而且悲哀地说,声音也有些发抖了。 ……。 秋天就要娶亲……。 你看,他年纪这么大了,单直到发疯,不肯成家立业。 社地也做了一世人,虽然也不大安分,可是香火总归是绝不得的。 ……。 那自然,"三个人异口同音地说。 ,"六顺生了儿子,我想第二个就可以过继给他,但是别人的儿子可以摆药的吗?" ……。 ……。 三个人异口同音地说。 ……。 这一间破屋,和我是不相干。 六顺也不在乎此,可是将轻生的孩子摆摆给人,做母亲的,怕不能就这么松爽吧。 那自然,"三个人异口同音地说。 四爷沉默了,三个人交互看着别人的脸,"我是天天盼望他好起来,"四爷在暂时静默之后,这才缓缓地说,"可是他总不好,也不是不好,是他自己不要好,无法可想。 就照这一位所说似的关系来,免得害人,出他父亲的丑,也许倒凡好,倒是对得起他的父亲。 ,"那自然,"阔廷感动地说,"可是房子?" ,"庙里就没有闲房?" 四爷慢腾腾地问道,"有!" 阔廷恍然道,"有,进大门的西边那一间就空着,又只有一个小方窗,枯木直炸的,绝技也挖不开,好极了!" 老娃和方头也顿然都显了欢喜的神色。 阔廷吐一口气,尖着嘴唇就喝茶。 未到黄昏时分,天下已经太平,或者竟是全都忘却了,人们的脸上不特意不紧张,并且早吞进了先前的喜悦的痕迹。 在庙前,人们的足迹自然比平日多,但不久也就稀少了,只因为关了几天门,孩子们不能进去玩,便觉得这一天在院子里格外玩得有趣,吃过了晚饭,还有几个跑到庙里去游戏,猜谜。 你猜,一个最大的说,我再说一遍,白鹏船,红画集,摇到对岸些一些,点心吃一些,细文唱一出。 那是什么呢? 红画集的,一个女孩说,我说出来吧,那是,慢一慢,声赖头窗地说,我猜着了,航船。 航船,赤博的也道,哈,航船,最大的道,航船是摇鲁的,它会唱戏文吗?你们拆不着,我说出来吧。 慢一慢,烂头窗还说,哈,你拆不着,我说出来吧,那是鹅。 鹅? 女孩笑着说,很画集的。 怎么又是白鹏船呢? 赤博的问。 我放火! 孩子们都吃惊,历史寄起它来,一起住十夕乡房,又看见一只手扳着木栅,一只手撕着木皮,其天有两只眼睛闪闪地发亮。 沉默指一瞬间,烂头窗忽而发一声喊,拔步就跑,其余的也都笑着嚷着跑出去了。 赤博的还将尾子向后一指,从喘吁吁的樱桃寺的小嘴唇里吐出清脆的一声道,啪,从此完全静息了。 暮色下来,暮色下来,绿云莹的长明灯,更齐分明地照出神殿,神龛,而且照到院子,照到木栅里的昏暗。 孩子们跑出庙外,也就立定,牵着手,慢慢地向自己的家走去,都笑吟吟地合唱着随口编派的歌。 白鹏传,对岸歇一歇,此刻习,自己习,细文唱一出。 我放火,哈哈哈哈,火火火,点心吃一些,细文唱一出。 第八篇结束 彷徨作者鲁迅,全书八篇,朗读结束。